饿了就吃馊掉的面包 渴了就等着下雨天喝雨水 三岁的小女孩 过着狗一样的生活 没办法 谁让她一出生 母亲就因难产而死了 而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当人了 已经活了两世的她 这是重生的第三世 第一世 她是二十一世界的高级建筑师 却死于意外 第二世 她成了一世界建筑师的助手 却被报经下令 所有建筑师都得死 路上 她见到一个孕妇 于是将唯一的面包给了她 这份善良的举动 换来了孕妇送了一枚戒指 也正是靠着这枚神奇的戒指 在第二世死掉的瞬间 她迎来了第三世的新天章 可惜还是没能逃脱悲惨的命名 母亲去世 父亲下落不明 她只能每天忍受着恶毒如母的虐待 可这天挨打时 突然门开了 等看清男人的模样后 公 公爵大眼 女孩站蓝的双眸里写满了衣服 这么高贵的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过看女人这副快要吓死了 她感觉这是个机会 只见她哭着诉说完女人的罪行后 便祈求女人 把我带走吧 男人揽住她的腰 咪喇了句真心啊 随后把她抱在怀里 捂住了眼睛 把地上的给处理了 隔天 在柔软的大床上醒来 女孩左看看 右看看 这里好大好华丽 但她怎么会在这里呢 此时她才得知 原来自己竟投胎成了公爵家的小姐 心如母给她梳妆打扮后 她知道了她叫维维 穿着漂亮的新衣服 维维觉得一切像做梦一样 当吃完饭 去拜见公爵大人时 对上那双凌冽的眼睛 唯唯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安丹特家族 是个连说错话 都能对亲骨肉挥剑的家族 并且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能力 如果发现她一无是处 她会被处理掉吗 女孩不想再像先前那样死掉 这次要活得长长久久 看来我得好好给爸爸展现一下能力 这时她看见公爵拿着的纸上 似乎是道数学题 为了在残暴的父亲手里活下来 她决定帮忙解数学题 只见女孩冲到父亲面前 请给我吧 她猜测那道题是在求求的体积 难度应该是初二数学的水平 这对两师都是高级建筑师的她来说 简直so easy 请给我吧 她再次请求着 她相信只要展现出她过人的能力 父亲就不会处理掉她 男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递给了她 拿到纸一看 果然跟她猜想的一样 也就用了三分钟吧 她就算出了正确答案 这个球的面积是113.04 突然她意识到不对啊 她只有三岁 而且她用的公式在这个世界根本没有 那她的怪异举动该怎么解释 此时男人也一脸严肃 你是怎么算出来 维维扣着小手 我 我就是一看就会了 这时儒母说道 看来小姐是天才啊 蒙了几秒后 维维赶紧撒娇转移话题 我肚子饿了 而当看见满满一桌子的山珍海味时 她哈拉子实在没控制住 父亲要开会就先走了 她则一边往嘴里塞吃的 一边回想着 爸爸的眼神似乎因为那道数学题 便柔和了很多 饭后 她在儒母的带领下参观公爵府 忽然儒母发现小姐手上的戒指 似乎跟夫人的一样 维维看着戒指发呆 这是上辈子那个孕妇给她的 就在她琢磨怎么回事 身后响起了公爵的声音 她怎么在这 对上那双星红的双眸 维维就有点怕 难道爸爸不高兴我在这里 这么想着 她不由得后腿 却踩到了小花花 完了 我毁了爸爸真爱的庭院 爸爸要赶我走了 她就要被父亲杀了 因为她踩坏了庭院里的小花花 望着那双星红的眼眸 我才刚吃了一顿饱饭就要死了吗 这时父亲牵过她的手 维维颤抖着说她错了 可男人却拉着她的小手不吭声 出乎意料的 维维不仅没被赶走 还多了两个专属侍女 他们带着父亲准备的礼物 小姐 这是一千万一块的曲奇饼干 小姐 这是公爵最珍惜的羽毛笔 小姐 公爵大人很疼爱您呢 而维维看着这些震了三秒后 眼尖地发现了桌子上的数学题 难道父亲的意思是 如果不想被赶走 就把这些都解开吗 于是她拿起羽毛笔 打算先做题 并在心里盘算着 这笔看起来很贵 真要被撵走了 我就把它卖了换钱 侍女却抱着她坐到沙发上 小姐先吃吧 吃饱了才能学啊 谁知一口下去 微微顿时 以前只能吃馊了的面包甜度了 她没想到饼干居然也能这么好吃 好幸福啊 真想能一直待在这里 忽然她想到了什么 拿出两块饼干递给侍女 好东西是要分享的 这样才会更快乐呀 见小姐这么可爱贴心 侍女们忍不住搂着贴贴 真期待一个月以后小姐的生日呢 结果生日当天 微微早早的就被拽了起来 侍女一边给她竖戏打扮 一边告诉她今天公爵大人也会到场 想到好久都没见过父亲 微微戳了戳小脸蛋 那我待会儿可要好好表现 但是她在餐厅等了三个小时 都迟迟不见父亲的身影 其实她也能理解 她的生日 是父亲失去妻子的日子 对父亲来说 面对她肯定很难过吧 她只好许愿 明年再跟爸爸一起过生日 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三岁的女孩许愿想快快长大 然后她就一夜长到了十八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微微慌乱地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事 原本她正在难过父亲 没来陪她过生日 许愿明年希望能和爸爸一起 但突然就传来了父亲的声音 因为有点事情所以来晚了 男人风尘仆仆的模样 让微微寂惊又喜 公爵则瞥了她一眼后 认真解释道 有抢劫团伙犯事 处理完她就赶过来了 明年不会再迟到了 这话听得微微灵光一闪 伟人曾说过 做了好事就要受到夸奖 现在是展示她踩红梯的好机会 于是她轻了轻嗓子 爸爸去教训那些坏人 真是太帅气了 爸爸最棒棒了 可空气却在这一刹那凝固了 她竖起的大拇指 被父亲的态度冷冻成冰 直到好一会儿才问 她首饰是什么意思 微微赶紧科普 说这代表帅酷屌乍天 父亲立刻脚侠一笑 那就一直举着吧 之后微微在众人的陪伴下 吹蜡烛 吃蛋糕 活了三辈子 这是她第一次过生日 第一是 祝她生日快乐的只有广告短信 第二是 她连生日是哪天都不知道 这一世 她都这么幸福了 父亲还问她有想要的礼物吗 总不能没有礼物就度过生日吧 微微却觉得她拥有的已经够不够 见她实在想不出什么 公爵许诺 明年生日前不管她要什么都可以 说吧 她起身就要去忙公务了 这时微微才发现 父亲的肩膀上有血迹 难道爸爸受伤了吗 可还不等她问 父亲就走远了 晚上回房间的路上 微微在侍女的怀里许愿 我想快点长大 这样就能帮到爸爸 不过这会儿瞅着秒大的身体 微微沉思三秒后 先跑吧 女孩有个神奇的戒指 可以用来投胎 也可以许愿成真 在她第二次要死的时候 靠着这个戒指 她投胎到了帝国一百年后的公爵家 成了冷血公爵唯一的女儿 三岁生日时 她许愿快快长大 结果一夜秒变十八 她并不知道这靠的是戒指的力量 于是她连夜逃出了公爵府 主要是这现象她没法解释 但她又很期待 期待一百年后帝国繁华的景象 结果跑出来一看 街道上乌气骂黑 没有人不说 房子看起来都跟微房似的 备受打击又无处可去的微微 找了棵树 做了一夜 梦里她梦到了第二次被砍头的画面 醒来后她悟了 难道说现在的房子成这样 都是因为建筑师死光光了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 想办法活下去 拿着从府里偷出来的短件 她卖了一个金币 只是她突然没了花钱的欲望 城市这么萧条 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做什么 想到慈祥的如母 和每天对着她心心眼的侍女们 微微很难过 如果早知道会这样 就不说想快点长大的花了 好想重新回去啊 怎料花音刚落 头就莫名地晕了起来 之后她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手上的戒指 泛着微弱的光 直到许久 她是被吵闹声掉醒的 只见面前蹲着一胖一兽 不怀好意地盯着她看 此时微微惊讶地发现 她竟又变回了孩子 但这会儿闲猪手已经伸向了她 一男的戳了戳她的小脸大 你这小不点 能卖很多钱吗 然后她就被扔到了一帐筒内 你只要乖乖不跑 我们就不会打你 说吧一胖一兽便离开了 微微祈祷着 谁来救救我呀 女孩活了三辈子 每次都活不过十八岁 这次愣是三岁就被人贩子逮到 她祈祷 希望有人来救她 却不小心听到人贩子说什么尸体 完了 看来她是死定了 不过转念一想 尸体有什么可怕的 要说死 她还是前辈呢 于是她壮着胆子环顾了四周 还特意闻了闻 没有腐烂或者血的味道 就在她放松警惕时 不远处的一块白布 引起了她的注意 只见里面躺着个小孩 微微立刻吓得变了脸色 是死人吗 她伸出手给男孩把脉 奇怪的是脉搏还在 男孩的身体却冰了 瞅着男孩长得罢 还挺好看 微微灵光一闪 如果给她点温度 说不定她就会醒来吗 想到这她拿起男孩的手搓了起来 但她搓了半天 也不见男孩有一冰点 看着她既戴着面具 还戴着脚腰 微微就想帮她紧开 怎料手刚碰上的瞬间 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盘开 她还想做些什么 门外却砰的一声 大火燃烧 似乎是遭到了突然袭击 微微预感到 这是逃跑的好机会 可眼前的男孩怎么办呢 既然还活着 她就不能看着不管呀 睁开眼吧尸体 再不起来就真的要变成尸体了呢 努力了三秒后她放弃了 虽然可惜了这张帅脸 她也已经尽力了 微微一边拉开帘子 一边祈祷拜托了 外面不要有人 谁知一双脚迈了进来 她见状赶紧哭 我不是要逃跑的 抬头却看见爸爸的一张英俊领袍 微微 我找了你好久 从知道女儿丢了的那刻起 公爵撂下公物就四处寻找 连肩膀上的伤口都没顾上处 而微微见着爸爸却正在了原地 完全没期待过她会来做我呀 怎么办 现在是要感谢还是撒娇 高兴的时候该做什么呢 实在想不到的微微 只好扑扑地掉眼泪 没有遇见公爵爸爸前 他只能拿雨水当饭吃 而遇到公爵爸爸后 他被宠成了小宝贝 但即便如此 他也从不奢求爸爸会对他有多好 毕竟传闻他们家族 狠起来是连自己人都杀的 可意外的身体变大 他逃出了公爵府 又变小 被人贩子抓了 看着此事前来救他的爸爸 他既高兴 又不知所措 只好哭了起来 因为不期待 所以更感动 公爵亲身安慰道 不要哭了 以后都不会再有可怕的事了 他却哭得更大声了 牵过爸爸递来的大手 曾经他许愿希望有人温柔对他 感觉愿望像是实现了呢 这时他忽然想到 那还躺着个尸体呢 微微请求爸爸把他一起带回家 听话的公爵便抱起了男孩 回去的路上 他刚哄完女儿睡觉 就脸色一变 明天 让所有守门的士兵集合 等到了公爵府 乳母第一个冲过来抱住了他 小姐失踪后 他们可是急坏了 没有人知道 他是身体变大偷溜了出去 还以为是被坏人挟持了 之后乳母端来小蛋糕和水果 换了干净衣服的微微 啃着香香甜甜的苹果派 又被乳母喂着吃葡萄 他感觉回到家真好 可惜的是他带回来的男孩 迟迟没有醒来 爸爸说他好像受到了复杂的诅咒 不过相信爸爸 肯定能找到解救他的办法 现在公爵在微微眼里 是世界上最深情最温柔的人 结果隔天路过走廊时 他见士兵们跪了一地 公爵大人 我们错了 求您饶我们一命吧 微微在一旁看傻了眼 难道因为他偷跑出去 爸爸要杀了大家吗 下一秒 就传来了男人冰冷的声音 那么多人水门 还能有可疑的人进出 给你们一个小时 刺其了断 眼看士兵举刀就要自尽 微微立刻冲过去 将他们护在身后 不 不能杀掉他们 再杀人如麻的男人 也抵不住宝贝女儿一举 把人杀掉的爸爸太可怕了 瞬间所有怒气值都没了 甚至还会自我怀疑 我 真的很可怕吗 而细经上身的女儿 害怕地躲在儒母身边 儒母安慰她 公爵大人会大发慈悲的 所以您不要再哭了 听了话的微微一边 抽气着一边看向爸爸 男人顿时败下阵来 收回了刚当的命令 将要了所有人的命 改成了罚他们一个月的钱 微微暗自松了口气 士兵们看着小姐 犹如天使降临 谢谢公爵大人 谢谢小姐 但只有微微心里清楚 原本就是她突然身体变大 又溜出了公爵腹 才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她不禁疑惑 身体会变大变小是怎么回事 这时她问儒母 昨晚带来的孩子醒了吗 她想去看看她 怎料这话被公爵听到 她先是说男孩送去了别的地方 再是神色阴沉地问道 你不是先来看我 而是先去看那个小子吗 察觉到爸爸生气 微微赶紧解释 她是想临睡觉前再去找爸爸的 因为睡觉前见你 帅气的爸爸就会在梦里凤现了 事实证明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听爸这话的公爵 虽然表面上没什么 转身时却笑了 荡懒微微在侍女的打扮下 换上粉嫩小裙裙 敲响了父亲的房门 见到她来 公爵很凶 去 坐那儿 把她喝掉 其实是天凉了 她特意准备了热可可给女儿暖身子 只是搭配上她冰冷的表情 微微差点滚烫的一杯全给干了 感受着爸爸的爱意 微微也想做点什么 于是鼓起勇气 爸爸 我有东西要给你 为了获得暴君爸爸的欢心 三岁的她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做数学体 前两世都是高级建筑师的她 数学工是什么的简直小儿科 本来她想等再大一些再展现才能 可爸爸两次救了她的命 还对她那么好 看见爸爸为了制造兵器的攻势发愁 她立刻献上了更简单的魔法计算攻势 男人顿时语气低沉 我以前就觉得你不平凡 果然 微微紧张起来 要被察觉出不是小孩子了吗 怎料公爵却说 微微 你是天才啊 哎 爸爸没有发现 但就在她松了口气时 公爵继续说道 当能力超群的人无法保护她的力量时 她就是别人眼中的猎物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听着爸爸的告解 萌娃睁大了她的蒙眼 那爸爸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不行吗 说吧她又赶紧解释 也不是非要一辈子 就是在她长大之前 希望爸爸都能陪在总 女儿小心翼翼试探的模样 让老父亲有些心疼 若不是她出生时母亲去世 她又没能及时赶到她的面前 她也不会被恶毒如母虐待 于是她沉默 我知道了 虽然不是傻暖心与怒 但这对向来冷漠的男人来说 已经很好了 没过几天 微微为爸爸提供的公事 就应用到了兵器开发之中 为了不暴露女儿的身份 她还特意隐瞒了公事的发明者 只是好景不长 如母突然离开了公爵府 好像家里出了什么事 而这天晚上 微微在听爸是女讲的故事后 便睡了过去 不过她没睡熟 惊意外听到了明天要来一位客人 就是找了虐待小姐如母的男爵夫人吗 微微心下意惊 她这才得知 原来这位夫人按辈分来说是她舅妈 男爵是爸爸的弟 也是公爵府的第二继承人 躺在床上 微微握紧了小圈圈 他们要是来搞事的 我绝不会放过 为了让自己儿子继承爵位 刚刚出生的婴儿 成了她的眼中钉 她偷偷找来变态如母 之后的三年里 微微不是挨打就是挨恶 好在后来公爵爸爸把她接回了家 不然肯定就要被隔摸死 所以这会儿看着眼前的坏女 微微表面上笑着问候 内心却燃起了抱负的大气 对方也露出了虚伪的笑 招呼她的孩子给公爵大人行李 随后便见一个小胖盾 和一个小短发下了马车 男孩叫尤斯顿 女孩叫梅吉呢 俩人上来就是一顿输出 女的嘲笑微微见着人 连个问好都不会 男的则炫耀起了自家马车 你见到这种雄伟的黄金马车吗 这可是最有名的匠人纯手工版 如果你求我 我就让你体验一下 微微小头一名 什么垃圾也来显摆 她家作为三大公爵家族之一 市面上流通的手工制品 几乎全都出口她家 可以说她就是个做吃等死的富二代 用得着羡慕别人 这是一旁的公爵问道 微微 你想要那个马车吗 微微还没开口 男爵夫人就教育起了孩子 你们应该理解啊 虽然你们从小就既聪明又懂事 但微微不一样啊 说爸他笑得虚情假意的 之后大家一起用餐 即便是跟讨厌的人吃饭 微微也精神满满 毕竟美食是无辜的 可他肆意吃喝的模样 引来小胖蹲的嫌弃 真是愚蠢 吃的哪里都是 微微的动作停下了 公爵的眼神也变得犀利 瞬间空气冷冻成冰 微微以为是他丢人了 爸爸在生气 就端了一份牛排是好 想着吃点好吃的 是不是就能消气吗 怎料爸爸借过他手中的刀 你是要我喂你吃的意思吗 然后切下一块味道女儿嘴 还温柔地询问着 想吃别的吗 小胖蹲继续作死 哈哈哈哈 我在这个年龄都能自己吃饭了 幸好这回他妈捂住了他的嘴 旁边的男爵说话了 他这次来 其实是想跟哥哥借钱 你见过醉狗的人是什么样 有这么一家人 儿子炫富 说他们家族的马车都是黄金的 并且纯手工打造 老妈恶毒 为了儿子能成为公爵叔父的继承人 愣是将公爵的亲生女儿 卖给了虐待狂 老爹窝囊 不求上进还非常好赌 这次来找哥哥是想借钱投资 听说皇室王子长得很帅 相信王子再大一点 美貌就会发光变成钱 至于他们的女儿 稍后我们展开说说 而公爵也不是傻子 你们一来就诋毁他的宝贝女儿 还想借钱 门都没有 只是说话简 喝茶的维维突然杯子一摔 之后他上气不接下气 还伴随着剧烈的咳嗽 公爵顿时慌了 昏迷前 维维看到了男爵夫妇露出的笑容 难道是他们在食物里下了毒 直到过去了许久 感受到泪滴的维维 才缓缓睁开了双眼 爸爸伸出手指 这是姐 你叫什么 我是谁 你今天吃了几个苹果派 见女儿对答如流 他才放下心来 搂着他拍拍 这时维维才看见 床旁站了一堆人 爸爸 那些人为什么 公爵抱着女儿 说出的话冰冷又无情 把他们全部拉出去处理了 原来并不是男爵夫妇下了毒 是维维对柚子过敏 饭桌上她喝了两大杯柚子茶后 突发了过敏性休克 见爸爸愤怒地要杀掉所有人 维维不想因为她的贪嘴 就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 毕竟她都不知道她对柚子过敏啊 起初公爵不同意求情 这次她差点就要失去她了 但架不住女儿的戏精撒娇 一句爸爸最好了 杀人的爸爸坏坏 就让老父亲投了响 不过经此一事 维维感受到了她在爸爸心中 仅如此重要 她更加觉得要为爸爸做点什么 可这天她正在草坪上晒暖 忽然梅吉娜走来 想邀请她一起散步 再过几天我们家人就要走啊 我想和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她出生贵族 却看不上自己的家族和父母 认为跟着他们混没前途 于是趁着这回来到公爵叔父家 她打起了留下来的小算盘 首先 她邀请公爵的女儿一起散步 想借此拉近距离 路上 她试探性地问道 我以前就希望能有个妹妹 你觉得有个姐姐怎么样 维维回了句 还好吧 梅吉娜瞬间激动地大叫 没想到一下子就说通了哪 然后便拉着维维的手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姐妹了 维维很懵逼 心想这人搞得是哪出戏 这时梅吉娜反科为主 说她知道妹妹先前遇到不坏如母 都没能好好学习理法 以后她会好好教导她的 这次维维听懂了 她扒拉掉对方的手 我想没这个必要吧 我怎么样跟你无关 而且我们也不是什么亲密的关系 说爸便扭头大步离开 身后的梅吉娜顿时换了一副嘴眼 伴随着呀呀呀的尖叫声 她来了个平地假帅 并哭了起来 你就是在不喜欢我 也不能推我呀 恰巧被路过的她爹看到 见女儿倒在地上 她赶紧搂在怀里怒斥维维 你这是在干什么 居然把梅吉娜推倒了 维维惊吓之余 后退时 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人 抬头看去 竟是爸爸 她终于误了 合着是设了圈套在这等着她们 就在公爵开口询问女儿 怎么回事之际 草丛中 闪着一双双大眼 随后蹭地冒出来俩人 小姐是被冤枉的 是那位小姐自己倒下的 我们四只眼看得清清楚楚 她根本就是在说谎 眼看风头不对劲 梅吉娜又立刻爬了起来 解释她是因为维维说不想和她亲近 就误以为是她推了她 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我真心地给你道歉 对不起 就这能屈能伸的气度 毕成大事啊 维维叹了口气 她看出了女孩的把戏 让不论是谁 都对她爱不释手 当她被人陷害时 侍卫站出来替她做人证 公爵没好气地问他们 不干活在这干嘛呢 俩爷们举着爱的号码牌 我们是爱为会的成员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小姐 公爵顿时麻了 抱起女儿就跑了 现在基于她宝贝的人 真是越来越多了 可盖房子需要土 起码还得是黄土 这样才能搭建草坯房 至于为什么突然要送乳母房子 是因为微微得知 原来在她死前 由于当时的皇帝下令 把所有的建筑室都给嘎了 导致一百年后的今天全是微房 遇见暴雨天气房子 就会发生坍塌 乳母和另一个侍女接连离开 就是家里房子没了 亲人还被砸了 所以她才有了这个想法 说不定未来也能帮到爸爸 而她只需要做好设计 再找到黄土 配好能凝固的比例 最后想办法给爸爸要点钱 应该就没问题了 却不想竟被担在了第一关 这天她如往常一样 跟爸爸一起吃早饭 怎料爸爸从怀里掏出个小盒 短时间内这就是你的了 她叫精灵的庇护 是圣物 每个圣物都蕴藏着无敌的力量 这是我从管理者那里给你求的 我不在的时候 她能代替我保护你 微微握紧了项链 第一是她被父母抛弃 第二是依旧被父母卖掉 这一世能遇到爸爸真好 这时爸爸告诉她 圣物里有一个疯精灵 让她召唤一下事实 随后狂风起来 等微微再睁开眼 只见一个扑腾着翅膀的小精灵 笑盈盈地看着她 微微喜欢极了 关键这还是爸爸送的 她想好好拍一拍马屁道歇 谁知咕噜噜噜 肚子传来了抗议声 女孩发现她的戒指能许愿 当她吃饱了饭在房里消失时 一小胖蹲进来逼逼 这里也不怎么样吗 她问她来干嘛 胖蹲语气嚣张 作为公爵未来的继承人 我参观一下即将变成我家的地方 你有什么问题吗 微微提醒她 我才是安丹特公爵家的女儿好吗 谁知对方小妖一叉 你以为公爵会将你这种害死妈妈的人 指定为继承人吗 做梦吧 微微怒火飙升 趁我把你埋了钱你最好自己补了 男孩挥拳就要落下 突然一双手抓住了她 竟是她的绿茶妹妹 没急那一边向女孩道歉 一边指责哥哥不能这样 他们走后 微微睡前还气愤不如 觉得刚刚没发挥好 他们这对兄妹肯定都没安好心 真想快快长大呀 结果再一睁眼 她就又变成了大人 想到有精灵的壁物 她立刻召唤出风精灵 帮她飞出了公爵府 其实在得知如母他们的房子 她老龙 微微就一直想去看她 这样才好帮着建新房子呀 但真当到了地方 她摸墙查看时 忽然发觉她的戒指不对劲 颜色似乎变了 就在她思索之际 房屋开始了二次探她 微微赶紧就要回家 不过临走前 她做了个实验 对着戒指许愿 我想变回孩子 次日 她一副三岁小孩的模样 从床上醒来 看到一夜之间随心所欲的忽大忽小 她高兴急了 确定了戒指也是圣物 怎料她一个没流水 摔了 手中的项链也掉在了地上 侍女慌忙询问她没事吧 一起疼痛 她第一时间是捡来项链 可回到房间 换了衣服 项链不仅颜色变了 还不能召唤出风精灵了 她是爸爸的心肝小宝贝 这会却哭得眼泪汪汪 爸爸这次一定会杀了我的 可她还是让侍女带她去找爸爸 而真当见到人后 她又沉默了很久 才鼓起勇气说起事情的经过 我昨天在庭院里摔跤了 好像把您送我的项链搞坏了 里面的精灵怎么叫都不出来了 说吧维维便等着爸爸发火 虽然侍女安慰她 说公爵这么疼她 即便她犯错 也会原谅她 维维却不相信 这可是爸爸向别的家族求来的圣物 说不好就是两个家族的争执 在利益和损失面前 纵使是家人也没用的 但等了好一会儿 你没伤到哪里吧 关于项链的事爸爸一句没问 反而都在关心她的伤势 这让维维的心里更不好受 她宁可爸爸骂她 这时公爵也说出了她的秘密 她其实非常没用 消灭魔物竟然花了差不多三年 这才导致妻子生产 她没能陪在身边 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甚至女儿留在帝都 被人虐待的那段地狱时光 都是因为她没能及时出现 维维听爸立刻反驳 这不是爸爸的错 况且这两件事性质不一样 她的行为很可能会给爸爸带来麻烦 这回她话没说完 就被公爵打断 无论如何都不是你的错 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什么 我会负责的 你不用担心 眼看女儿情绪稳定了一些 她趁机打去道 你嘟嘴的样子好像娃娃鱼 突然敲门声响起 公爵特意为女儿准备的 柠檬蛋糕做好了 看着维维吃的一脸幸福 她还递上了热牛奶 慢慢吃 可能会噎到 随后找来一本 有关精灵王故事的书 让侍女回去读给女儿听 帮助她更多地了解精灵 这波操作感动得 维维巴唧一口亲了声去 大人在怒吼 小孩在哭泣 你肯定认为是孩子不听话 大人在吵她 错了 这个女人是坏蛋 她怂恿老公 窜自己哥哥的公爵之位 还狠毒地 差点杀死公爵唯一的女儿 维维那个愚蠢的东西 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子 继承爵位 到时候这里就都是我的 而对危险毫不知情的女孩 从爸爸房间出来后高兴极了 本以为她摔坏了东西 爸爸会很生气 没成想爸爸不仅温柔地维护她 还问她最近是不是想要黄土 维维很惊讶 疑惑爸爸是怎么知道的 却在拐角处 意外撞见了男爵夫人 维维想躲 她不想跟坏人碰面 结果女人也看见了她 哟 这不是维维吗 我们尤斯顿从凌晨就开始练剑了 你不会猜起吧 这可是当不了继承人的 因为周围没有人 她说话毫不遮掩 维维也不惯着她 将昨晚小胖都没礼貌地 闯进她房间 还说话乱放屁的事全说了出来 宝贝儿子被人鄙视 女人怒斥 连妈妈都没有的东西 如果还想要你的小名 就给我小心点 但她的威胁正中维维笑 只见她突然来了个平地假帅 然后哑哑哑地哭了起来 向爸爸要钱 我真的做不到啊 是我的错 女人就要落下的手停住了 她懵了 身后却传来声音 您在对小姐做什么 这时侍女也跑了过来 维维顿时哭得更大声了 我好害怕 我想去其他地方 这下女人百口莫辩 看着她被带走 维维的眼神露出笑意 我只是做了和你女儿一样的事 为了讨女儿欢心 爸爸送了她一个土衫 看着面前三层楼高的黄土 维维心疼坏了 这得花多少钱啊 她其实就简单做个测试而已 爸爸也太败价了 这时侍女告诉她 晚会的零食是巧克力泡芙 维维顿时干净满满 好的 黄土测试完 去吃她五六七八个泡芙 结果三个小时过去 她发现土和水完全无法混合 那这些土 不就不能带房子了吗 维维小铲子一扔 蹲在一旁泄气 作为老家地球 重生而来的她 根本就不熟悉这些土的特性 没有土可怎么办 掏出爸爸送的项链 先前她还有小精灵可以商量 现在也摔坏了 忽然维维看着项链发局不对劲 这个宝石召唤出来的精灵叫西尔普 那为什么不叫她西尔普的庇护 而是叫精灵的庇护呢 难道说这里面还住着其他精灵 如果真是这样 那宝石颜色的变化 有没有可能不是摔坏了 是属性发生了变化 这么一合集 维维觉得很有道了 土地精灵叫什么来着 回忆着爸爸送的那本精灵王故事的书 她猛地大叫一声 土地精灵王泰拉 现身吧 可三秒过去 啥也没出现 维维叹了口气 果然 刚刚都是她瞎想的 况且她身上应该并没有魔物 又怎么能 还不等她反应 项链上的宝石忽然金光四射 随后一头踪发 一身土黄裙的少女现身 我是土地精灵王泰拉 是因为什么事召唤了我呢 维维猛了 她没想到真的召唤出精灵王了 不过她带到机会抓紧问 有三种符合这个条件的土 泥土的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晚上维维干饭都多炫了两碗 只是侍女在她吃完递来了一封信 信上写着 维维你好呀 我是没急呢 明天一起喝下午茶好吗 我有些心里话想对你说 这个女孩不得了 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直接卖电卖妈 此时她眼泪汪汪地找到小女孩 呼诉能不能让她在公爵府多待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不喜欢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明明在努力对他们好吗 但我觉得你是特别的 你应该不会不喜欢我吧 这么犀利的问题 小女孩脸皮薄 也不好意思说实话 只是用脚趾头想想 初见面说难听的话对维维 后来又假算陷害维维 是个正常人 都会讨厌她的好吧 于是维维一边安慰她别扑了 一边说留在公爵府是不可能的 她不想为了这点小事去麻烦爸爸 顿时梅吉娜哭得更大声了 开始卖惨 说她在家经常受到虐待 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我吗 就在维维被馋得快要崩溃时 身后侍女的声音响起 说是柠檬蛋糕做好 维维瞬间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临走时她还不忘给梅吉娜加油 你要坚持住啊 走在回房间的路上 维维按下决心 下次绝对不能因为好奇 就跟梅吉娜见面了 他们一家肯定在基于公爵的位置 我一定要替爸爸守护好 这么想着 她竟不自觉地走到了爸爸的书房前 敲了敲门 她想跟爸爸一起用餐 您之前说过 我想要什么就跟您说 三岁的生日礼物 我想好要什么 男人一正 她问女儿是什么呢 维维小心翼翼地说了句 钱 爸爸却很大气 你要多少 这下维维的声音更虚了 像爸爸对我的爱那么多 这话听的男人无奈叹气 女儿大了 要钱都会耍无赖了 不过她还是叫来侍从 把魔物讨伐给的补偿金 明天全部送去小姐房间 三百亿 应该够我女儿满意了吧 为了让女儿开心 女儿奴的父亲随手就是三百亿 明早送去小姐房间 不够花你再跟我说 这也仅仅只是开胃小菜 后面她还有大礼要送给宝贝女儿 当迟来的生日礼物 维维没想到爸爸出手这么阔绰 她也坚定了 不能辜负爸爸爱意的决心 当晚 早上还是三岁的小女孩 瞬间随地大小变成了十八 自从知道了戒指能变大变小的神奇魔力 她现在切换起来越来越得心应手 然后她去了人力供货 也就是人才市场 打算招聘几个工人 先帮她准备盖房子的材料 你去砍树 你去找稻草 你去找魔物的皮 有了这些 就相当于有了草坯房的灵魂 而维维坚持盖房子 她就是建筑师 如果她能将这些知识 运用到一百年后的今天 或许就能帮助爸爸更好的建设领土 避免由于恶劣天气导致危房倒塌 领地人民受伤了 安排完那些人 微微掏出爸爸送的项链 最近她也参透了这其中的奥妙 上次她召唤出土地精灵王后 便得知这里面竟真的蕴藏了 风火水土四个精灵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没有任何魔力的她 居然在不签订契约的情况下 就能随意召唤出所有精灵王 且成了好朋友 在精灵王的助攻下 她的房子一天天进展神速 可怜婿的两头口 让她累坏了 这天她正在睡懒觉 侍女来催促她 小姐快起来了 中午要和男爵夫妇一起吃饭了 他们就要走了 我们不能迟到呀 此时饭桌上的男爵一家人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因为身边没有大人 小女孩就被一群人群殴 他们是爸爸的亲戚 却一直在想着 如何抢走爸爸的财产 小女孩气不过 面对他们的嘲讽就回了几句 谁知女人竟站起身来 想要动手 幸好这时爸爸到场 维维看着他们 并没将刚刚的事情声张 赶紧吃完赶紧走 反正他们今天就要走了 忽然她瞥见一个杯子 看着里面的橙子 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 而察觉到她的目光 不等她动手 爸爸就拿起杯子 我帮你拿着 我喂你喝 你的小手手是拿不动的 维维快要被这一出来的父爱舔你了 虽然她很想让爸爸收敛一点 却还是乖乖地将嘴巴凑了上去 在爸爸目不转睛的注视下 喝完了一大杯棒打仙长 一旁的男爵一家都看懵了 这么宠的吗 瞅着人都盯着宝贝女儿喝茶 公爵眼神一领 问男爵是有什么问题吗 男爵赶紧摇摇头 又点点头 哥哥 我说借钱的事 一听这话公爵立刻打断 眼看这么要钱不好使 男爵心生一计 哭唧唧地表示 他也不容易啊 孩子都大了 上学都要没钱了 男人本意是时的苦肉计 怎料梅吉娜突然开口 我不要去学院 我更想成为公爵城的侍女 我喜欢薇薇 所以我想待在她的身边 其实梅吉娜早就看透了 待在他们家混没出路 只有留在公爵城 她才有未来 说罢她便问薇薇 你也说过我很好的不是吗 还不等女儿开口 公爵就神色阴沉下来 我不会把我的女儿 交给不专业的人 她大方承包了 梅吉娜今后的所有学费 但借钱没商量 此时管家走来 公爵爸爸为女儿 准备的第二个生日礼物 已经开来了 限量版马沙拉蒂排马车 别人炫耀她家马车 是黄金做的 女儿奴的父亲 立刻找人定制了一款 马沙拉蒂排马车 配件用的全是红钻石 一颗拉红钻就是一百亿 看着价值连城的马车 维维其实不懂她的价值 只是瞪大了眼睛 一旁的侍卫纷纷掏出相机拍照 哪个男孩没个马沙拉蒂梦呢 果然先前炫耀自家马车的小胖蹲 一脸的不高兴 她这一家也终于是走了 而爸爸不仅私人定制了马车 还让厨师给女儿 做了同款的马车饼干 马车雕塑 以及马车料理 完美诠释了有钱就是好好 第一次坐马沙 维维先是惊讶 车门居然是自动开的 暂时赞叹 这坐起来真舒服啊 可爸爸这么好奇 他很不放心 担心爱花钱的爸爸 再把家底都败光了 此时公爵维维一笑 只要你喜欢 星星我都给你摘 之后的维维就开始了白天大宝 晚上盖房子 两边跑的生活 与此同时 曾被他救下的小男孩 因为身上诅咒的魔力太强大 便从公爵城 挪到了另一处 他的存在 可以说是国家的未来 也可能会带来灭亡 所以想得到他 并不让他醒来的人很多 此刻他自己也仿佛深处 在一片黑暗之中 找不到光亮 直到一双手出现 很高兴见到你啊尸体 我叫维维 如果能从这里出去 我就给你买很多好吃的 可是说吧 这些女孩就转身要走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温暖 不要走 不要这样抛下我 带着强烈的 想再次见到他的意念 一直沉睡的男孩醒了 看着陌生的人围了一圈 他警惕地问道 你们是谁 他只要对着项链说一个名字 就会有精灵王出现 照其所有精灵王后 他就能不借助项链 随时随地使用精灵之力 女孩对着项链呼唤土之精灵泰拉 希望他帮自己挖一个三层楼高的地洞 泰拉二话不说略施法力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一个地洞就已经轻松渐成了 维维对这里非常满意 他挽起袖子就准备开始干活 却被泰拉叫住提议 不如你尝试召唤出其他精灵王吧 大概因为我是第一个降临人士的 所以他们都对你十分好奇 可年幼的女孩感觉有些难为情 推托到他暂时不需要其他精灵王 但看到泰拉似乎十分苦恼 而且听说集起所有精灵王 就可以不受圣物的限制 随时借助精灵王的力量后 维维所幸将另外三位精灵王都请出来 他们分别是 无处不在的水之精灵王 热情似火的火之精灵王 看着所有精灵王齐聚自己面前 唧唧喳喳的你一言我一语 维维面露难色地告诉他们真是对不起 你们只要一说话我的头就特别疼 文言三大精灵王都陷入了沉默 只好暂时向维维道别 之后维维借助希尔福的力量 找到之前他寄卖短剑的管道工 豪气地预付五百斤 想要对方帮忙进行一个特殊的工程 只要将蓄水装置放在比房子高的地方 那么即使没有先进的技术 也可以满足百姓的日常用水 而且这件事必须尽快开工 他必须抓紧时间赶赶三周内完工 因为隔天一早侍女就告诉他 奶妈和另一名侍女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来信说担心许久不见 维维会忘记他们的力 这怎么可能 维维当即握住侍女的手 一脸认真的说 你现在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 我们不是约定要一辈子分享美食吗 正是因为维维对身边所有人的爱 才让大家总是能感受到她的温暖 侍女忍不住将维维搂进怀里 能成为您的侍女真是太幸运了 但没想到侍女刚离开 维维房间就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我们找到解决你头疼的方法了 男人问一个三岁小孩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一金币变成一千金币 他看似是想将面前的小孩如何经商 但实际上是在有意为难 只要维维小姐达不出这道题 他就有办法从教书先生这个位置上脱身 几天前爸爸找到维维 突然告诉他自己给他找了个教书先生 此人虽然和有名的商团都有交情 但也是个喜欢动歪脑筋的骗子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骗了一名贵子 丢了公爵家的颜面 就不会被公爵惩罚当小姐的教书先生 但在上课前一晚爸爸告诉维维 虽然这人阴险狡诈 但是个有才能的人 你可以从他那学到很多东西 他虽然忠于公爵家 却爱八高踩低 经常气乳压制比他笨的人 尽管如此爸爸还是希望他能有 自己是个天才的事实 不能让他看到那些公事 果然第一天上课巴德里克 就给了维维一个下满威 给他布置了一个课题作为摸底考试 虽然维维很不喜欢他仗势妻人的样子 但他牢记爸爸说的话 故意在老师面前示弱 在准备课题的同时 维维每晚都在偷偷进行房子的工程 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 但他总觉得忘了什么事 这才想起来巴德里克布置的课题 只记得那天他要自己找到 能将一金币变成一千金币的方法 这摆明了是不想给三岁小孩上课 其实就算他拒绝给自己上课也没关系 他巴不得回到从前吃喝玩乐的状态 但是这次他不想让爸爸失望 所以特意提前做了准备 到了上课这天 公爵殿下一反常态来旁听女儿上课 此举正合巴德里克的心意 他猜想维维小姐肯定没能完成课题 自己就能趁机告诉大家 小姐太小根本无法接受教育 可没想到维维有备而来 不仅考虑了时间维度还有可行性 提出囤粮和买彩票两种方案 但都不符合老师说的高效之影 最后他给出的答案 竟然是往公爵身上一提 撒娇要爸爸解决 因为有爸爸在就是他最大的底气 三岁的宝贝每天早睡早起 只为半夜能偷偷溜出去盖房子 可眼看他睡得越来越早 女仆都忍不住生意 您该不会是晚上没睡觉 偷偷跑出去玩了吧 维维失口否认 但不得不说他最近也太拼了 在精灵的帮助下 他不仅铺完了房羽的胳膊鳞皮 还研究出了瓦片的制作 但是这些都要对侍女保密 维维只能谎称 是因为他进入了冬眠期 侍女也察觉到小姐最近吃的有点多 但吃完就睡可不消化 提议喝点食醋 那玩意难喝的要命 维维只好提议要不去走廊散步 路过窗口时意外发现 虽然听声音知道外面很冷 可走廊里却十分温暖 侍女告诉她是因为公爵成被施了魔法 实现冬暖夏凉 难怪维维一直穿着家居服走 也完全感觉不到寒冷 安丹特不愧是开发魔法道具的 三大公爵家族之一 要是城外的人也能感受着温暖就好了 突然远处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充满好奇心的维维忍不住偷看 发现竟然是巴德里克和加成杰伦先生 过分的是杰伦说的不耐烦了 竟然敢在走廊里吐口水 身为加成这可最基础的 看来我得将他之前 将他和巴德里克碰面的消息告诉爸爸 完全忘了他们现在是在偷窥 眼看巴德里克就要朝自己这边走来了 关键时刻侍女抱起维维试展了隐身术 幸好躲过一劫 侍女虽然知道他们之间一枝不目 但没想到他们竟会在公爵府吵起来 嗅到有心的八卦维维当然不能放弃 缠着侍女告诉他 原来四年前 巴德里克骗走了杰伦半数家产 甚至还捉弄于他 当时他说 像你这种禽兽不如的人 拿着钱又有什么用呢 维维没想到巴德里克即使发生了这种事 竟还能在爸爸手下做事 但他转念一想至今还留着这个人 肯定有爸爸的理由 既然吵架的对象是杰伦男爵 那他就暂且装作没有看点吧 毕竟他很有可能是阿达吉奥男爵的人 想到再过几天就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他必须早点睡觉加班完成 他今年不过三岁 为了感谢奶妈的照顾 就直接送他一栋房 没想到房子刚建成 就震惊了整个公爵领地 一大早就有士兵来报 在消解奶妈埃丽莎家瘫倒的宅基地上 突然出现了一栋新房子 里面甚至还放有设计图 原来昨天夜里房子正式完工 看着面前崭新的两层建筑 他觉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虽然花费了一点时间 但总算赶在奶妈回来前完成 正准备离开时 维维偶遇了埃里克森大叔 他第一次看到新房子的诞生 激动到热泪盈眶 原来建筑师小姐没有说谎 他真的会建房子 自从一百年前某位暴君 将建筑师全部处死后 与建筑有关的材料就消失殆尽了 人们因为恐惧甚至不敢自建房屋 但现在有了维维这个天才建筑师 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房屋设计图 一并放入屋内 只要这封信和设计图能递到爸爸手中 这样那些无家可归之人 就也能建造出安全的房屋了 隔天早上维维难得睡到了自然醒 侍女竟然没有叫她起床 询问后才知道 公爵领地出了大事 听说是奶妈家的宅基地上 突然出现了一栋漂亮的新房子 听到大家都这样形容她的成果 维维忍不住偷笑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栋房子应该会成为奶妈的新家吧 为此维维特意来找爸爸确认 担心暴露自己的身份 一开始维维只敢打听新房子的消息 得知爸爸还在调查房子是怎么来的 她才小心翼翼问道 等调查结束这栋房子就归奶妈了吧 竟然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奶妈暂时还不能住进去 维维当即一惊 为什么她不能住进去 幸好爸爸只是说 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 奶妈一家总不能在那打地铺生活吧 维维这才放下心来 她怎么把家具给忘了 趁这个机会维维主动提拒 她想买家具作为送给奶妈的礼物 公爵维维一笑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而且她的宝贝女儿小小年纪就知恩图报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但临走前爸爸还是告诉她一个噩耗 巴德里克似乎已经察觉到你聪明过人了 别人三岁还在吃奶 她三岁却建造了一栋房 论谁都想不到 这个一百年没有新建筑产生的地方 会出现一位小小建筑师 看到大家欣喜的反应 微微虽然很开心 但刚刚爸爸告诉她 她的天才头脑可能已经暴露了 因为巴德里克不仅来找公爵套过话 还给她出了一个特别难的新课题 关于伊布里顿国内哥布林皮积压问题 需要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一看就不是三岁小孩能讨论的课题 因为哥布林皮 原本是用于建筑行业的材料 在这个百年都没有新建筑产生的过渡 人们对她的需求非常少 微微明思苦想都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案 但没想到很快答案就送上门来了 爸爸很快安排了做家具的工匠与她见面 微微拿出早就画好的家具 虽然画风潦草了不止一点 但好歹能看出大致形状 可听到微微希望家具都采用皮质后 工匠泛起了难 虽然皮质家具高级又耐用 但最近 已经很难找到适合做沙发的皮革了 自从我们国家和出口沙发皮革的iPhone王国 中断了交易往来后 市场上买卖的皮革便急剧减少 如果从首都运的话需要三个月时间 做不易沙发又会不耐脏且不易打理 微微突然想到了恰好适用的材料 向工匠提议道 你们尝试将用于建筑的哥布林皮 拿来做沙发如何 哥布林皮不仅防水 而且经久耐用价格低廉 如果能这样做 家具行业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顺带着微微觉得自己的课题也被解决了 用这个方法 应该足够解决哥布林皮的积压问题 但他总觉得只凭这个还有些不足 又意外得知 施拉兹尔王国是个经常下雨的岛国 这条信息肯定大有用处 很快到了几天后的大会日 今天是对房屋建造做决策的日子 微微准备利用这几天学到的知识 在会议上大展身手 可他却先进了一趟厨房 只因一百年前有位暴君 杀掉了所有建筑师 于是这个国家再没出现过新建筑 如今凭空出现一栋新房 还内附设计图 大家竟然担心这张图有诈 尽管图纸看上去十分完美 上面标注的价格也十分低廉一等 但公爵城的各位大臣还是吵得不可开交 住房问题对伊布里顿来说是个大麻烦 失去房子的难民们组团成了强盗团伙 给商团造成了不小损失 虽然这封设计图不知道从何而来 但根据民意调查 居民们都期待着 能够建造出属于自己的房屋 为此公爵提议先建三处地方试试水 但大家又开始议论在哪试点比较好 这时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推开 维维提着一篮子饼干走了进来 爸爸这是我做的饼干 你们快趁热享用吧 此时有人提醒小姐他们正在开会 但为了确保建房子这件事被敲定 维维决定豁出去 她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问爸爸 是我打扰到你们了吗 我怕大家开会时肚子饿才拿过来的 公爵听后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竟敢断我的女儿 大家立刻不说话了 回过头公爵立刻变了张脸 别担心 你没有打扰到我们 说完公爵将维维抱到了大腿上 就开始继续讨论建房人员安排 可大家都在纠结 如果所有士兵都去建房子了 谁来保卫公爵城呢 维维没想到 这群大人和他想的一样 竟然根本不知道变通 维维看不下去了决定主导这个会议 他转头问爸爸 建房子这件事情 只能由歧视叔叔们来做吗 并不是 但这份工作很辛苦 所以需要很多人 为了能迅速集齐人手 才会安排歧视过去 维维不解地说道 那去雇佣那些没工作的叔叔不就行了吗 最近我对哥布林皮有了一些了解 听说狩猎哥布林的猎狐 正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 所以不如让那些力气很大的猎狐叔叔 来替您建房子吧 三岁的小孩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面前的男人为他下轨 泪流满面地喊着从现在起 您就是我的主人 几天前 巴德里尔布置了第二个课题 如何解决哥布林皮积压的问题 这一看就不是给三岁小孩准备的题目 但碰巧维维在定制家具时 了解到哥布林皮的特性可以制作家具 还得知某个岛国常年下雨 让他灵感迸发 隔天他向父亲申请了出宫的机会 软磨硬泡下父亲终于答应 只要有侍女和三名保镖的陪同 他才能够出门 他们先去了一趟奶妈家 一路上都在听百姓们讨论盖新房的事 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住上新的房子 见到村子里充满了活力 维维也倍感欣慰 他来到奶妈房子面前 虽然这是他亲手建的房子 但也是第一次在白天来看 忍不住想感叹一句太好看了 房子里聚集了无数来参观的百姓 奶妈回来前这里都被开放参观 房子内部已经全部装修完毕 从家具到洗漱一英俱全 简单地看过房子后 维维又赶往市场 他发现侍女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的 特意走进一家洋装店 洋装是和姐姐来逛街的小孩 为她选了一条裙子作为礼物 尽管侍女再三推辞 但还是拗不过会做生意的老板 怎么能拒绝贴心妹妹的好意呢 随后就被推去了试衣间 趁是女再试衣服的空档 维维询问老板不论什么材料 都可以制成衣服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提出一个不情之情 于是在隔天的课堂上 关于哥布林皮恶性积压问题 维维拿出了自己的制胜法宝 并委托洋装店的老板送到现场 那就是下雨时穿的雨衣和雨鞋 维维发现哥布林皮非常防守 所以他利用这种特性制成了雨衣 而且维维做过市场调查 他们可以把施拉兹尔王国作为试点 因为这个地方常年下雨 却没有能够完美防水的方式 维维甚至提出想要切实地解决问题 那他们就不能放弃其他国家的市场 这话听得巴德里尔一愣一愣 他当即跪下给维维磕头 请您收我为徒弟吧 这个女孩才三岁 就已经成立自己的商团 虽然出生在富可敌国的公爵家 但她却偏要靠自己的本事站稳脚跟 因为自从经历了两个课题后 巴德里尔就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一件关乎家族存亡的大事 在伊布里顿 女性成为家主的情况十分罕见 等维维在长大一些后 肯定会有人想要推阿达及奥少爷继位 因此为了让维维能在这场争斗中获胜 他必须从现在开始筹集印记资金 可他今年才三岁会不会太早了 巴德里尔却摇摇头 公爵家资产虽然多 但如此巨额的资产要是落入了敌人之手 将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威胁 更何况没有任何人知道敌人何时出手 维维听后 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很有道理 现在平静的生活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 维维反问巴德里尔 那你能帮我什么 巴德里尔自诩是个精明的商人 商人的优点就是能感知预测各种变化 那你能帮我成立商团吗 我必须得通过羽衣和羽鞋转上一笔 巴德里当即跪下表示在所不辞 从今以后我就拜托小姐多多关照了 转眼三年过去 维维即将迎来他七岁的生日 奶妈一边替他梳头一边感叹 时间过得真快啊 他已经从那个瘦弱的小孩 出落得如此端庄可爱 这些年维维丝毫没闲着 三岁时他和巴德里尔共创埃利希拉商团 如今这个秘密创建的商团 已经在施拉兹尔王国站稳了脏根 商团一直在向世界各国输出羽衣和羽鞋 除此之外 还有建筑上的事维维也没有落下 这天巴德里尔也宣布所有的课程已经结束 他马上就可以参加社交聚会了 巴德里尔虽然依依不舍 但维维还有重任要托付给他 我们现在该开始其他事业了不是吗 他今年才七岁却已经身价700亿 靠着自己聪明的头脑 瞒着家里与家庭教师合作 三岁创办商团 七岁成为语句大王 而如今他又描到了新的商机 过去三年里 公爵一直在进行建房工程 今后建房的范围应该会扩散到全国 爸爸有意要将房屋设计图公众移视 让灵敏的维维迅速捕捉到商机 他问巴德里尔如果你想利用这个情报 先行一步的话会从哪入手 我会把铁匠埃里克森和徒弟全挖过来 维维点了点头 但问他还有没有更好 提示他 在房子建好之后肯定需要家具 建房工程刚开始时就因家具供给不服 导致人们需要排队好几个月 巴德里尔提议将家具匠也挖过来 让维维忍不住叹气 提示现在国内的家具材料极度不足 要是没有材料多少工匠都没有 巴德里尔表示又学到了一手 维维准备亲自去趟家具店调查 并安排巴德里尔去了解下过去三年间 公爵领地内所使用的材料数量 然后帮他订购这个数量的室备 巴德里尔吃惊 确认那可是特大的货量 可全国人口难道不足公爵领地的室备 幸好他们可以把材料放在商团仓库内 但维维再次反驳不行 仓库必须得留一部分空余的位置 对此维维没有做过多解释 只是交代他好好准备这些东西 之后他还需要参加礼仪课程 爱丽莎会作为他的礼仪老师 负责教他在社交聚会中需要的知识 在过段时间 他就会前往伊雷特伯爵家 届时会举办社交聚会作为他的亮相 所以他必须要学好礼仪不能掉练的 但眼下他最头疼的是爱之日又要来 去年因为一时疏忽没给爸爸准备礼物 导致他不开心了好一阵子 本以为今年他不在首都可以偷懒 但没想到随后侍女就递过来一个信封 爸爸马上就要回来了 为了讨报君爸爸的欢心 七岁的他连夜赶制了情人节的礼物 而且布置给爸爸的份 隔天一早他就神秘兮兮地告诉侍女 你去打开我床边的抽屉看一下 我在里面放了情人节的纪念礼物 侍女们立刻过去查看 全都被惊喜到了 就连巴德里克都有份 好吃到让他泪流满面 再将侍女和巴德里克的礼物都送出口 维维直奔爸爸的房间 推开门就扑向爸爸的怀里 父女俩已经有一个月没见面了 爸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抱歉 我回来晚了 虽然爸爸的表情还是那么冷白 但维维知道爸爸是外冷内热的内心 开心地告诉他自己为他准备了礼物 说完便呈上自己得意制作 这是他亲手制作的情人节礼物 打开后发现是形状特别的巧克力 维维告诉他这是饼干吧 因为是细长的样子 所以又叫手指饼干 维维还特意在表面裹上了黑巧克力 爸爸忍不住感叹 宝贝女儿明明是第一次做 居然就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 果然是个全能型的天才 幸好他也准备了回忆 刚拿出盒子就让维维睁大了眼睛 随后苦恼爸爸又乱花钱了 因为爸爸送他的情人节礼物 是一枚名为人鱼泪眼的钻截 他的价值可以买下一座魔力石矿山 并且这枚戒指拥有很强的魔力增强效果 虽然维维很感谢爸爸 但同时也感受到 自己和公爵家比有多穷 为了应对将来的不时之需 他正努力筹备应聚自己 所以最近开始经营起家具店和其他新事业 但抛开这些心理负担不谈 有一个能时刻为自己着想的爸爸 他真是太幸福了 爸爸却笑笑表示 你也应该习惯了吧 说完他亲自为女儿戴上了戒指 提醒他这枚戒指被施了保护魔法 你要随时戴着它 我现在只要想到你即将去伊雷特伯爵家 就有一种被人横刀夺爱的感觉 所以你一定要带着他保护好自己 但事实上维维只是离开一个月 可由于爸爸不放心 不仅派骑士团长和护卫团长护所 还给马车也施了防御魔法 再加上人与眼泪的保护 真是有些担心过多了 七岁的小宝贝第一次出远门 父亲就和他约法三章 离去任何地方都会带上保护 二绝不会做让爸爸担心的事情 三绝不可以对外人微笑 遇到奇怪的人靠近就要严肃地警告 不想掉脑袋的话就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维维照做了一遍 却可爱到让人想犯罪 看来这个法子是行不通了 维维觉得父亲有点担心过多 撒娇要抱抱后安慰他放宽心 我去一个月就回来了 眼看天色不早了 为了安全起见 但当启程维维就已经有点想到 这次的旅程长达十天 维维只能躺在车厢内无所事事 这天他正苦恼着 家具材料搬运人手不足的问题 毕竟这是他偷偷创办的商团 所以不敢向爸爸请求支援 证明思苦想去拿弄苦力时 马车突然发生了巨大的颠倒 幸好有风之精灵王的守护 他才安然无恙 这时骑士前来警告维维 小姐您绝对不能从马车里出来 我们遇到了山贼 原来一伙在此地埋伏的山贼 老远就看见了维维豪华的马车 立刻一拥而上想要抢劫 幸好有骑士和团长随对护索 山贼们很快就被制服 车队毫发无伤 维维下车询问这群山贼的情况 得知这群人也是因为没有赚钱的门目 才被迫加入了山贼团 如果能给我们一次机会的话 我们肯定会找一个正经工作的 为首的副队长文森表示 他曾是生活在安丹特公爵领地的6 但好几年没有收入只能停止收入 之后房子也贪贪了 居无定所 只能四处游荡 然后加入了山贼团 干起了不正经的营生 看来他也是苦命人 他不能做事不管 你们刚才说只要给个机会 你们就会去找个正经工作对吧 山贼立即疯狂点头 刚好有一个地方需要你们 微微手一挥 你们就在我的手下做事吧 避免为期我会给你们提供食所 你们要试着努力一次吗 要是干得好还会有点金哦 山贼们纷纷议论起来 感谢小姐不杀之恩 还愿意给他们工作 简直就像是天使 渴了就喝雨水 饿了就吃酸臭的面包 三岁的小女孩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但遇见公爵爸爸后 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砸下几个印 为他准备了世界上最顶级的豪车 但买车的初衷是因为他母亲的娘家 想邀请微微过去做客 但当时微微只有三岁还太小了 公爵拒绝了伊雷特伯爵家的邀请 并澄清了微微对伯爵家的误会 伯爵家并非没有找过他 在西耶娜的葬礼之后 伊雷特领地发生了自然灾害 他们一直忙于收拾残局 在听到公爵家找到你之后 伯爵家非常震惊 立刻就打算过来看望 但公爵以孩子现在需要敬仰为友 暂时拒绝了对方 因为当时 公爵害怕微微会离开这个家 伊雷特伯爵家族的人对待彼此都很温暖 家族氛围和睦 这和公爵家非常不同 微微立刻表示自己超级喜欢公爵府 想一辈子留在这里 因为这里的人都对他很温暖 于是一直等到微微七岁 公爵才重启拜访伊雷特伯爵家的计划 第一次来到妈妈出生的地方 微微兴奋到东张西望 刚下马车 就看到舅舅舅母前来迎接她 微微虽然第一次来伯爵府 却觉得格外舒适 伯爵家派遣了侍女长达利亚来服侍 她在伯爵家工作了40年 从西耶娜6岁起就是她的直属侍女 是看着她长大的人 为微微安排的房间 也是西耶娜曾经住过的房间 看到微微手上戴着西耶娜小姐的戒指 达利亚感觉看到了小时候的小姐 您真的和西耶娜小姐长得一模一样吗 之后达利亚又给她讲了许多 妈妈儿时的去世 公爵城的人可能是担心她会难过 所以从不和她说妈妈的事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渐渐开始想知道更多妈妈的影子 沐浴之后见天色海岛 微微主动提出想去参观伯爵府 这里又被成为风之屋 每到秋天这里的枫叶都一场美丽 微微还见识到了伯爵府的练舞场 在公爵城时 由于爸爸的过度保护 她都被禁止进入 这次总算能看到灰汗如雨的骑士 却意外在这里见到了一位故人 七岁的女孩只是甜甜地叫了声舅妈 就被她当成亲生女儿疼爱 不仅拍家里经历最丰富的女仆伺候 就连饮食上也是依照微微的喜好准备 见到舅妈本人后 微微发现她比自己想象中还要轻善 与阿达吉奥男爵夫人完全不同 微微让舅妈直接叫自己的小女 瞬间让两人变得更亲密了 这时伯爵大人咳嗽两声打断她们 你待会不是还要去见 即将成为微微年长女伴的夫人吗 所谓年长女伴是指在社交界内 对未成年的贵族小姐担任监护角色的 舅妈之前就在信中提过 会邀请三位候选人入府 但此刻她却说 今天就算了吧 微微才来第一天还是放松点 对吧 舅妈朝微微眨眨眼 她立刻心领神会 没想到居然有如此温柔又暖心的亲戚 微微突然想起来她今天有任务在身 这是三年前伯爵借给她的精灵的庇佑 微微特意把她带来物归原主 谢谢您为我做出艰难的决定 多亏了二位我才能一直平平安安的 微微的懂事让舅舅舅妈自责不已 身为家人之前却没能照顾好她 对此他们都一直难以释怀 微微没想到气氛会变得如此悲伤 连忙安慰没关系你们不必在意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而且那也不是你们的错 虽然刚开始微微还有些不自在 但随着聊天的深入她也逐渐放开 甚至还因为没有早点来这里而感到遗憾 隔天舅妈找到微微 商量年长女拜仪式 微微尝了一口面前的红茶 发现味道十分惊艳 连忙问舅妈这是什么茶 得知这是几个月前 在首都流行的内贝拉茶 正是候选人马尔顿伯爵夫人的节族 微微发现 这茶和她第一次喝过的味道不同 得知这种茶用味干燥的茶叶制成后 立刻大惊失色 据她所知内贝拉茶叶如果未经干燥 就会产生微量毒素 长期饮用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如果这茶正流行的话 首都的很多人岂不是正面临危险 马尔顿夫人是何用意 喝了一口红茶 却意外发现贵族社会的惊天秘密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意识到内贝拉茶的流行背后 屏藏着巨大的阴谋 微微立刻向舅妈请教 更多关于年长女伴候选人的事情 得知候选人中的卡特里娜伯爵夫人 来自一个备受敬养且历史悠久的家族 但她不管对谁要求都十分严格 外界评价她是一位非常犀利的人 所以舅妈并不推荐选她做年长女伴 不过抛开这件事情不谈 舅妈希望微微能和她有一定的交情 因为她知识渊博 但在贵族社会中 社交界就是他们的政治场 没有人能不在乎他人的评价 所以还是先不考虑这位伯爵夫人了 第二位希洛皮亚男爵夫人是骑士出身 还曾立过战功 即便身为女人却也获得了爵位 不过她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事 据说她一直对希洛皮亚男爵施暴 男爵因此提起了离婚诉讼 这个案子目前还在审判当中 可舅妈眼中的她绝对不是这种人 反而觉得她丈夫才是罪魁祸首 虽然男爵夫人克服了女性的极限 并取得了成就 非常值得尊敬 但是在见过她之前 微微还需要慎重考虑 最后便是舅妈推荐的马尔顿伯爵夫人 她擅长社交且人脉广播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据说她不怎么喜欢小孩 甚至有传言说 她因为这个才不生小孩 微微本想选她做自己的年长女伴 可她居然不喜欢小孩 叫她难以抉择 这天微微打算去寄一封关于工作的信 途中她以帮忙寄信为由 支开了护尾 趁此机会来到药店 询问老板那杯拉茶 用味干燥的茶叶 可以用来泡茶喝吗 老板听后若有所思只问她 你身边有准备要小孩的大人吗 那倒是没有 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问题 之前某个领地的贵妇人 曾经通过喝那杯拉茶来避孕 知道这个消息后 微微大为镇定 马尔顿伯爵夫人知道这点吗 在贵族社会中 子嗣可是个敏感的坏 就算讨厌小孩 她也不会祸害其他人吧 这时老板询问微微 你知道是哪位贵族 让这茶流行的吗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女孩只是做了一道阅读理解 就赢得满堂喝彩 她自己也没想到 考试时套用的模板 竟然能帮她在重生后 几身贵族行列 这天是微微第一次 在社交聚会上亮相 一大早爱丽莎和达丽娅 就为她做造型 三个小时后 一个可爱的小公主诞生 虽然舅妈宣称今天的聚会 只是一次单纯的朗读会 但这次年长女伴们也会出席 微微暗下决心 一定要留下一个好印象 为了她的第一次亮相 舅妈不仅举办了聚会 还精心安排了座位 入场期间 微微见到了传说中的三位夫人 在最年长的卡特里娜伯爵夫人 压咒到场后 朗读会便正式开始了 今天要读的文学著作是幸福的一天 故事的主人公是马车车夫汉斯 贫苦的汉斯 那天意外地赚到了很多钱 结束工作后 汉斯想起家中生病的妻子 曾请求她今天不要出门工作 于是买了妻子最爱喝的肉汤 可回到家 妻子已经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怪不得我今天会这么幸运 这个故事微微在第一次早有通文 突然卡特里娜伯爵夫人询问微微 您觉得这个故事如何呢 微微硬着头皮背出阅读理解的模板 那句怪不得我今天会这么幸运 令我印象深刻 因为妻子的过时 其实今天是她最不幸的一天 这句话利用凡语的表达方式 更加强调了整个故事的悲剧色彩 此话一出立刻赢得夫人们的赞许 却引来旁桌的妒忌 没想到马尔顿伯爵夫人站了出来 有教养的贵族应懂得区分批判和赞美 恰到好处地让旁人逼走 随后亲切地对微微说 你讲得真的很好 她这副样子一点也看不出讨厌小孩 中场休息时微微发现 马尔顿伯爵夫人独自离开 立刻拜托精灵根过去确认 性意外发现 传说中不喜欢孩子的马尔顿伯爵夫人 一直被大家深深地误解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族爵位 这个女人趁伯爵夫人流产时 偷偷给她喝没有晒单的茶叶 竟导致她十几年都没有身孕 直到这个秘密被一个七岁小女孩发现 才知道 传闻中讨厌小孩的马尔顿伯爵夫人 十几年前曾有过一次流产 而且流产之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当时作为小姑子的西贝利安子爵夫人 毕直陪在她的身边宽慰 后来由于她接连怀孕失败 于是在宴会中途休息时 她突然收到一封秘明信 上面说喝味干燥的茶叶有避孕效果 前任马尔顿伯爵夫人在生下伯爵后 为防止子嗣间的斗争就开始饮用此茶 宁若调查下十几年前被赶出府的医生 就能得知事情的真相 事后 马尔顿夫人果然以身体无视为用 提前离开了聚会 回家后她立刻找到西贝利安夫人 宣布要她和她的儿子一起离开 因为她已经找到了 当年被辞退的主治医生 虽然那位医生已经过世了 但她留下的诊疗档案中详细记录 前代伯爵夫人喝那杯拉茶避孕 西贝利安夫人明知道这件事 却把她推荐给刚刚流产的伯爵夫人 因为只要她一直没有孩子 西贝利安夫人的儿子就能成为继承人 见到自己的阴谋被戳破 西贝利安夫人竟然还敢威胁伯爵夫人 这件事如果传开了 恐怕你也自身难保吧 毕竟是你让这种茶流行开来的呀 但她没料到伯爵夫人如此狠心 她已经将所有事写信上报王妃殿下 为表歉意 会暂停社交活动进行反省 作为社交界领袖的王妃殿下 肯定会认可这封信 而西贝利安夫人将被马尔顿家族出名 你应该感谢我对你手下留情 为了让自家儿子成为未来的公爵 这个女人居然买通一对刺客 趁着夜色杀死年仅七岁的小女孩 当晚韦韦韦刚睡下 就有一拨人在伯爵府外集合 半夜听到有人呼唤突然醒来 毕回头就看到站在床边的刺客 挥刀就朝她砍下来 幸好爸爸送她的戒指有保护魔法 毕时到逃过一劫的维维赶紧翻身下床 就听到精灵王的警告 这里的空间被魔法控制了 他们无法进入自然界以外的区域 维维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随后精灵王的声音戛然而止 毕时到整座府底都被魔法控制 维维决定先躲起来再说 但对方不止一个杀手 维维很快就被发现 对方刚准备动手 一个矮小的身影突然闯入视线 与刺客发生激烈的打斗 三两下就制服了刺客 整座府底都被控制了 这个男孩是怎么脱身来救他的 维维刚想开口弄清楚 男孩就示意他不要说话 我们还是先出去再说吧 他们的人里有魔法师 多亏男孩带他一路披荆斩棘 两人总算逃了出来 这时失联的精灵王也重新出现 大家纷纷叫嚣要替维维报仇 但善良的维维表示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虽然他还是很害怕 可更感激刚才赶来救他的男孩 维维一把扑进对方怀里 谢谢你救了我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肯定已经死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会记一辈子的 却忘了自己也曾救过男孩一年 因为担心刺客并没有走远 维维和男孩就靠着院墙睡了一夜 直到隔天早上 舅舅舅妈知晓昨晚的事 赶紧过来查看 多亏了这个孩子他才得觉 但尴尬的是舅舅在得知维维不变后 毕竟给公爵发了急报 维维知道以爸爸那个急性子 肯定会着急赶过来的 舅舅在询问了昨晚发生的事后 确认这肯定是雇兄杀人 但背后究竟是谁指使的还不明了 维维猜测是阿达吉奥男爵家的人 毕竟只有他不在了 他们才有可能得到公爵之位 这时维维注意到一直坐在对面的海 他为什么能进入魔法室控制的空间 难道他也会魔法吗 男人听说女儿失踪了 连夜跑死了鸡匹马 远赴千里只为立刻确认他的安全 刚抵达 女儿就扑进他的怀里 公爵连忙检查维维身上有没有受伤 幸好他什么事都没有 爸爸情人节送给他的人鱼之类 挡住了凶手的一击 但下一秒维维一个亮枪 竟然昏了过去 周围的人见状都吓风了 赶紧叫医生过来 却被醒来的维维喊停 我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太饿了 下一秒维维就被推到餐桌前 面前摆满了他爱吃的甜食 公爵透露 我女儿比一般人能吃多了 但他不知道维维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每天夜里 都要在大人和小孩中切话 所以总是会肚子饿 但维维很好奇 您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呢 爸爸说他刚好在附近有事 随后立刻转移了话题 听说是你救了我女儿对吗 你想要什么 维维听到爸爸这么说 立刻瞪了他一眼 爸爸对他的救命恩人 也太无理了吧 谁知爸爸更直白地问道 你想要多少钱 我救他并不是为了求财 公爵突然感受到一种威胁 感受到两人之间的电光火石 维维赶紧转移话题 明天他还约好了 要去马尔顿博爵府了 这可如何是好呢 父亲和舅舅听后一口同声 你不许去 舅妈也觉得 让马尔顿夫人来比较合适 只要说出缘由 他一定会谅解的 吃饱喝足后 维维很快就犯困了 全然不知爸爸在哄他睡着后 私下找到救女儿的男孩 问他想要什么回报 请问你能给我什么呢 我可以给你任何东西 不管是钱 名誉还是什么 只要你开口 哪怕是你因几秒之差而错过的皇位 但男孩却说 我想要比现在变得更强 这是他心中唯一所愿 如此简单的愿望公爵当即答应 几天后 到了维维和伯爵夫人见面这天 维维刚见面就向马尔顿夫人道歉 幸好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夫人 同时也十分聪明 刚落座她便问道 宴会上那封信是你寄给我的吧 原来不懂社交规则的维维 犯了个大错 在主人明确的宴会上 是不会匿名记性的 说把马尔顿夫人突然站起身来 向维维身居一躬 马尔顿伯爵家欠你一个大人情 如果不是你 我的家族可能在毫不知情下被葬送 所以只要我的能力所及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伯爵家会站在安丹特公爵家的身后 而我会站在你这一边 女孩年仅七岁 就有五百亿的私房钱 全靠她有精灵的头脑 和过人的智慧 这天维维约见了巴德里克 刚见面她就询问起小姐的身体情况 并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离开她半步 虽然知道巴德里克一片好心 但比起她的健康 维维还有更重要的是需要帮忙 她想让巴德里克来做自己的分身 共享她的秘密 文言巴德里克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 我会拼尽全力为您保守秘密的 维维对她的态度十分满意 于是透露其实三年半前 给爱丽杀建房子的人是她 巴德里克听后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谈 当时的维维只有三岁而已 但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她也觉得可以接受 毕竟维维从小就无比聪慧 说吧维维拿出一张地底 交代了今天的真实目的 她本想在这片区域建一栋房子 可现在却因袭击事件无法外出了 希望巴德里克能代替她进行工程 维维已经把埃里克森叫去伊利旅馆 有关所需建材和基础工程的事情 找她商量就行 听到这位知名管道工的大名 巴德里克惊呼 难道发明水箱的人也是您吗 维维维维一笑点头承认 但埃里克森不知道那是我的 我之前都是拍代理人过去的 所以你得多注意这一点 巴德里克点点头我知道 随后维维又透露 她已经想好商团的第三件商品了 是谁暖毯 原来她在给埃里克森讲解暖炉的时候 突然想到让已经建好房子的人们 也体验一下暖炉房的想法 于是就想到了谁暖毯 从巴德克巴的书信中她得知 咒缩的哥布林皮防水性很好 可以用来制作热水线 而覆盖在毯子上的保温材料 在市场就可以轻松获得 虽然使用热魔法 会消耗许多魔法石 但可以将这种毯子高价卖给贵子 至于有经济负担的平民 可以在毯子中只加入保温魔法 维持温度的水 只需在壁炉中烧开就行 用起来并不会那么不方便 真可谓是高性价比的产品 巴德里克看后突然说道 我这么待在这里简直太浪费时间了 随后便起身开始计划工作 热爱工作果然是她的天性 维维相信这种毯子将会热卖 她利用的就是贵族们的虚荣心 并借此机会壮大商团 守住安丹特公爵家的继承人之位 为了搞抽妹妹的名声 这个女孩居然在外人面前凋泪 控诉妹妹爱耍手段 导致她成了别人眼中 性格乖张的公爵小姐 这天维维跟着舅舅舅妈 一起来到伊兰西亚大陆学院 探望她的两位表哥 却意外偶遇了 她最不想撞见的梅奇娜 得知维维来探望伊雷特伯爵家的表哥 梅奇娜一言不合就哭了起来 控诉维维从来不回自己的信件 却亲自跑来探望表哥 我理解你是公爵小姐 而我只是男爵家的女儿 但维维我真的太伤心了 听到梅奇娜的哭诉后 一旁的吃瓜群众也觉得维维过分 好在维维对这个女孩早有了解 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真是遗憾了 我可是根本没收到任何书信了 会不会是学院的书信管理处遗漏了呀 随后就提出要一起去确认一下 既然有寄信那肯定有记录吧 这时吃瓜群众还觉得 肯定是公爵小姐在推卸责任 叫嚣着 好啊那我们就去确认一番吧 说吧便驾着梅奇娜朝寄信管理处出发 看她一脸吃别的表情便知道 梅奇娜没料到她看过学校手册 知道寄信会有登记管理吧 送走梅奇娜后 维维正准备离开 就撞上了一堵人墙 她刚准备道歉 抬头就看到对方正死盯着自己 却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维维戴上翻译手环 就发现对方是个变态 这个陌生男孩竟然想要拥有她 维维正准备开溜 就被表哥莱昂抱在怀里保护 她这才知道面前的变态男孩 居然是爱贝伦帝国的皇位第一继承人 皇太子 维克托 维维早就听说过这位皇太子 对新文化产物非常感兴趣 平时还会进行大量的投资 就连最近急速成长的商团 也是靠她的投资才逐渐壮满 想到这维维觉得这是个机会 主动上前向皇太子自我介绍 心里盘算着 我要尽量地利用她 没想到 维克托听说她来自安丹特家族后 净直言公爵爸爸是个凶狠的恶人 这种评价虽然早有听说 但维维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当着她的命 说她爸爸的坏话 忍不住怒火中烧 这时皇太子意识到她刚才出言不逊 为表歉意她邀请维维明明一月 来参加她的生日宴 维维欣然答应 这次生日宴正是她壮大商团的好机会 别人穿越吃喝玩乐 偏偏她就与众不同 三岁造房子四岁建商队 六岁制作暖宝宝 七岁发明基因检测仪 全国最优秀的销罐都跟不上她的节奏 只能两天睡一觉来争取跟上进度 这天巴德里克兴奋地告诉维维 她制作出了小姐所说的热水线 还发明出了高级型的热水毯 可以通过头发识别确定使用者 绝对能在贵族间大卖 可维维觉得这么厉害的技术 只用在热水毯上太可惜了 她建议巴德里克试使用这个方法 在亲属之间做比较实验 便能以重视血统的贵族社会为市场 制造出基因检测仪 另外她觉得可以利用指纹区分使用者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 维维的博学多彩 终于引起巴德里克注意 她好奇七岁的女孩是从哪得知这些的 维维正准备坦白她是穿越重生而来 巴德里克突然大喊 难道您看了贤者古书 维维便顺理成章地掩盖了事实 眼看之前拜托巴德里克的房子即将完工 她打算在收尾阶段偷偷溜去看看 路上维维突然提议 不如和父亲商量下开发的事 一般商团会将开发知识委托给摩塔 但维维并不想向摩塔透露基因意识 所以她希望巴德里克能说服爸爸 用自己家的魔法师进行研发 在看过房子进度很完善后 距离维维离开封之屋 也只剩四天了 这天她收到一封来信 是瓦莱塔清寄来的回信 由于维维不方便亲自登门 她想询问瓦莱塔清能否来访公绝城 这种长途旅程维维应该邀请她一家人 但考虑到她和丈夫正在分居 这实在是太麻烦了 而且眼看不久后 就是维维七岁的生日 她却还没订好年长女班 舅妈甚至提议由她亲自担任 但维维还是希望与瓦莱塔清见一面 之后她应该就能做出决定了 她才七岁 就已经拥有两位一心只想守护她的骑士 自从维维在伊布里顿遇刺后 公爵就发誓一定要找出幕后黑手 这晚她带着男孩 来到伊布里顿最大的杀手工会 一举将这里歼灭 工会杀手临死前为保住小命 主动提出愿意配合透露幕后主使 却还是难逃一死 因为她说那个女人来自吉桑特家族 年龄在25岁左右 工爵立刻想起三年前虐待维维的女人 就是吉桑特男爵家的庞戏 二话不说对工会首领一见封喉 因为凶手根本不是吉桑特男爵家的人 那次事件后她便一直在打探 有关吉桑特家族的情报 却从未收到过他们有所行动的消息 所以工爵断定首领在撒谎 她转过头询问旁观的男孩 你认为应该留首领一条命吗 男孩果断说不 但我觉得有必要对她严加拷打 确认事实的真相 工爵却说你还是太天真了 对于已经知道 自己必死无疑的杀手首领而言 就算严刑拷打她也不会说出真相 所以工爵杀了她 也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 我要告诉所有人 凡是威胁我女儿生命的人 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随后工爵告诉男孩 你说过你想要变强对吧 那就要变得更冷血无情 情感只会成为你的弱点 很快到了维维即将离开风之屋的时候 这天她正在和舅妈讨论七岁生日的事 突然男孩出现在身后吓了她一跳 男孩一脸不快地问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生日快到了 维维也很无奈 这段时间没和她见面 哪有机会告诉她 维维趁机问她的生日 发现这个男孩特别奇怪 连自己的生日和名字都不知道 那你帮我取个名字不就行了 突然收到这么重要的任务 维维也吓了一条 但说不定 这是个把她变成自己人的好机会 维维想了想 从今天起你就叫埃斯特万怎么样 男孩喃喃自语复述了几遍 拉长的眼角透露出她很开心 我喜欢这个名字 那生日你也帮我定了吧 维维觉得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怎么样 艾万一口答应 好 你帮我定的名字和生日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女孩第一次邀请男孩当上门女婿 就遭到对方言辞拒绝 只因对方还有更远大的梦想要去追 眼看明天维维就要回公爵领地了 临走前她特意来到练武场 向艾万做最后的道别 却意外撞见她摘下头套的样子 突然觉得十分耀眼 发现维维的到来艾万连忙戴上帽子 问她有什么事 我们家族特别喜欢人台呢 艾万没有说话 片刻后才问到那你呢 我也喜欢聪明强大的人 怎么样你要和我一起走吗 本以为按他们俩的交情艾万会答应 没想到她犹豫片刻后直接拒绝 我不去 维维简直遭受到了人生滑铁 连忙追问她理由是什么 得知艾万两个月后要去学院建书部学习 她要在那学习很多东西 然后变得强大 我想要征服世界 如此远大的梦想让维维都震惊了 提出要想征服世界那里不仅要变强 还需要有情报工会和商团的帮助 但艾万看样子从没考虑过这些 维维想到正好明年一月 她要去帝国参加皇太子的生日宴 两人便约好到时候再见 恰好此时一阵清风吹来 让艾万看呆了眼 片刻后她才替维维摘下头上的书页 我会等你的 此时的维维还只当这是小孩子约定 只希望她能记得这一瞬间 到了返回公爵城当日 风之屋的人都前来送别维维 维维竟然在人群中发现了艾万 她连忙挥挥手 在广域魔法卷轴的作用下 几乎是一瞬间她就回到了公爵领地 虽然知道爸爸是为了不错过她的生日 才会花大价钱买这种东西 但维维还是觉得太奢侈了 不过睁开眼就能看到爸爸站在眼前 和大家一起等着她回来 维维忍不住冲进爸爸的怀抱 刚回到家她就向爸爸请示 明年一月她要去帝国 参加皇太子的生日宴 爸爸一听 二话不说当即拒绝 没想到维维这么想 就有苍蝇围在她身边了 但维维 不想就此错过得到皇太子投资的机会 她撒娇道 爸爸你不是和我约好了吗 您说过下次一定会和我一起去帝国的 我都没和您单独旅行过呢 一连串的撒娇 果然让公爵招架不住 当即松了口 但在去帝国之前她还有个重要的任务 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 只因儿子四岁了还不会说话 这个男人就称她为傻子 不仅平时对她恶语相向 甚至连带着结发妻子也遭到诋毁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生日宴 维维向公爵提出 想邀请西洛皮亚男爵一家过来做客 公爵欣然英语 毕竟对维维来说 选择年长女伴是件大事 决定邀请他们来参加维维的生日宴 在此之前维维一直以为 生日宴就是家人之间的聚会 却被告知这等她选好年长女伴 就要正式步入社交生活了 所以在那之前 公爵要把她优秀可爱的女儿 介绍给伊布里顿所有的贵族才心满意足 很快西洛皮亚男爵一家 便来到了公爵府 一同前来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利森 虽然这孩子看上去很胆想内敛 但精灵还是闻出 他身上有守护者的气息 尽管还没签约 但也能和精灵沟通 这么厉害的小孩维维还是第一次见 但下一秒 男爵就一脸嫌弃的怒斥 你在干什么 居然把这个傻乎乎的孩子 介绍给公爵小姐 真是不知羞耻 随后便叫奶妈将孩子带走 这一幕不仅让公爵捏紧的拳头 更让维维感到震惊 他怎么可以如此贬低自己的孩子呢 而且明明利森有很棒的才能 维维发现 瓦莱塔清很想跟着利森离开 但碍于公爵和自己还在 他只能忍耐 他得快点结束这段寒暄才行 二位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 肯定很累了 还是赶紧去休息吧 爸爸你不是还有话要对我说吗 幸好爸爸领会到维维的意思 带着他准备离开 临走前 维维想起他还给利森准备了点心 与瓦莱塔清约好一小时后碰面 遗憾的是利森因为不喜欢人多的场面 所以不能参加您的生日宴了 维维一笑而过 没关系 我也不喜欢嘈杂的地方 完全能够理解 但目送这家人离开后 维维突然对爸爸说 爸爸我不喜欢那个男爵 他居然对五岁的孩子说那种话 真是令人伤心呢 女孩只是说了一句 不喜欢这个男人 身为公爵的父亲立马亮道 准备要了他的小命 因为他的行为让宝贝女儿伤心 那他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维维来到瓦莱塔清的房间 由于目前男爵和他正在走离婚程序 维维特意各自分配了房间 他还带了自己很喜欢的点心 想要给利森尝尝 经过短暂沟通 维维发现在男爵不在场时 利森还是会想努力说话 瓦莱塔清透露 利森害怕成年人 尤其是男性 不过他和同龄朋友待在一起时 情况会好转很多 但问题是利森的情况交不到同龄朋友 而男爵又很反对利森和其他小孩见面 说到这 维维猜到了瓦莱塔清的真正目的 如果自己愿意和利森做朋友 那他就会答应做年长女伴 不愧是战场上出来的将士 对于有功之人他必定会给予奖励 但是很抱歉 这种条件我不能接受 瓦莱塔清以为维维是嫌弃利森 还想在挣扎下 没想到他却说 就算没有这个条件 我也想和利森做朋友 不需要任何条件 所以我可能会抢走 明和利森相处的时间 没关系吧 此刻瓦莱塔清似乎看到 维维的身上散发着闪耀的光芒 明天就是维维的生日宴了 当晚公爵秘密通过了一条法案 在安丹特公爵领地重建工作结束后 公爵干脆成立了建筑商会 虽然商会也会帮助其他领地建房子 以此赚取贵族们的钱财 但这还远远不够 他早在三个月前就以巴伦卿的名义 提交了居所特别法 准备为维维送上一份最棒的礼仪 而另一边 不怀好意的奥黛利夫人 弘样在准备明天送给维维的礼物 收到梅奇纳寄来的信后 他越想越起 那丫头居然跑到帝国去撒野 更糟糕的是 他花重金雇佣的暗杀工会也被某人处理 虽然当时他用的是吉桑特的名字 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很不安 为了尽早让自己安心 他决定用上特别手段 让他有一场永生难忘的生日宴会 他今年才七岁 就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地产商 只因生日这天父亲送给他一间工会 并悄悄通过了一条法案 房屋修建人拥有房屋的所有权 这简直是地产界的一条地震新闻 但宴会上还有许多宾客等着向他祝福 维维只能将建筑工会的事先放一边 随后舅舅舅妈带着礼物走上前来 他们为维维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是他妈妈在七岁的时候所写的日记 这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维维抱在怀里久久不肯撒手 此后还有源源不断的礼物呈上来 终于轮到了阿达吉奥南局一家 奥黛丽夫人递上一个阴森诡异的盒子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维维解开了盒子 发现竟然是一枚美丽的凶针 正意外居然是这么正常的礼物时 精灵一眼看出这是个邪恶的误解 是内涵诅咒的咒误 只要碰到他就会被触发魔咒 就说嘛 奥黛丽夫人怎么会安好心 维维赶紧盖上盒子又感谢他的心意 毕竟现在还没办法证明这东西是咒误 但只要证据确凿 他一定要他们被家族出名 维维特意提醒你 记得帮他将这份礼物用绳子牢牢系紧 暂时将这件事放在一边 因为他得集中精力迎接下一位来宾 他和巴德里克计划了许久 就是为了这一天 原来早在生日宴前几天 维维就交代巴德里克 在宴会上将水暖坦作为礼物献给他 到时候男爵级别以上的贵族都会立临 如果这是他以商团主人的身份 献上水暖坦的话 肯定能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势必要让水暖坦成为冬日必备单品 此时巴德里克当着一众贵族的面 故意提到自己为了给他准备礼物 耽搁了一点时间 这份礼物是我运营的埃利希拉商团 所推出的水暖坦 这是什么东西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水暖坦是我们商团开发的冬季取暖用品 只要把它铺在床垫下然后启动 整个被窝都会变得温暖 您以后都不用再躺进冰块一般寒冷的被窝 维维顺势提出让客人们都体验一下 这可真是一波有效宣传 贵族们的反应都非常好 水暖坦事业大获成功 为了让自己的宝贝儿子登上爵位 这个女人不惜冒险 在公爵小姐生日这天 送上带有诅咒的凶真 却不料很快就遭到了暴力 生日宴上看到维维重心捧月 刘斯顿窝了一肚子火在公爵府闲逛 虽然妈妈说公爵之位肯定是她的 但窝居别底的她还是觉得不公平 这时她恰好来到存放礼物的房间 心里的羡慕之情变成了极度 突然想到如果维维发现 自己的生日礼物被洗劫一空的话 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呢 于是趁没人注意 开始挑选那些名贵的礼物 这时她瞥见了妈妈送的凶真 她本就觉得这东西看上去挺贵的 正好可以趁机拿走 直到口袋里都塞不下了才满意离开 但刚出房间门 刘斯顿便觉得不对劲 好奇怪我怎么感觉这么晕了 下一秒她便失去意识晕倒在地 与此同时 发现爸爸不在宴会上维维出来寻人 果然发现爸爸正一个人站在走廊 望着妈妈的照片独无私人 今天虽然是她的生日 但也是妈妈的祭日 公爵怕维维伤心原本还想隐瞒 没想到这个懂事的孩子竟主动表示 您深爱着妈妈会想念她也是理所当 所以您不用有负罪感 我也很喜欢想念妈妈的您 就在这时突然有侍卫着急赶来 大喊公爵殿下 出大事了 只见侍卫在公爵耳边说了些什么 爸爸便立刻吩咐维维回房间去 之后侍女们便开始阻止她回去宴会厅 维维只好求助于精灵王 得知是尤斯顿触摸了咒误 而且她是在偷礼物的过程中出了岔子 维维心想那东西是他们自己带来的 应该知道损毁咒误的方法吧 殊不知此时宴会厅已经乱作一团 尤斯顿此时俨然一副痴呆的样子 直到魔法师赶来搜身 才发现她身上偷来的凶针 公爵一眼认出这枚凶针的原主 她回过头阴森地盯着奥黛利夫人 她连忙跪下承认错误 只求公爵救救自己儿子 还将过错都推到丈夫视为此身上 这时魔法师向公爵报告 这枚凶针是可以勾起人心理阴影 并使其变得疯狂的咒误 这反倒证实了吉桑特家族 对维维的虐待是故意的 而且最近有人以吉桑特家族的名 雇佣了暗杀公会想取维维的姓名 这些巧合未免也过于绝妙了吧 公爵虽然很想弄死这一家人 但为了维维他必须忍耐 公爵冷冷吩咐到把那家伙送去神殿吧 同时当场宣布从今天起 将阿达吉奥男爵一家从家族出名 同时终止对他们的所有资源 不仅要赶出别底 还要包抄所有财产资源 男孩从小目睹父亲和陌生阿姨洗澡 竟成为心理阴影让他走不出来 为了帮助利森和瓦莱塔清 维维告诉父亲 他决定让西洛皮亚夫人 做自己的年长女伴 并希望他能站在正义这方 原来几天前 维维在花园偶遇了利森 发现他十分害怕爸爸这样的成年男人 通过利森周围围绕的精灵透露 维维看到了利森的记忆片段 小小年纪的他竟然目睹了父亲 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玩沐浴游戏 并将此事告知了妈妈 事后瓦莱塔清找到丈夫 提醒他至少在孩子面前收敛一点 却遭到对方暴力殴打 看到这一幕的利森十分内疚 难道是因为他说的话 妈妈才被打了吗 这天起他便经常目睹爸爸妈妈吵架 爸爸怒斥他是个不正常的孩子 妈妈总是以泪洗面 看到这里微微睁开了双眼 忍不住拍了拍利森告诉他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你记住那都不是你的错 所以你不要再怪自己了 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不是他的错 利森心中的委屈再也扛不住 忍不住嚎啕大哭 听到这孩子委屈的哭声 微微暗自发誓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一定要让那种品性恶劣之人得到教训 隔天在安丹特公爵城别院的客房内 西洛皮亚男爵正在和情人私会 突然一群人推开房门闯入屋内 来人正式 国会离婚审查人塞洛斯伯爵 他指着面前的一幕让男爵解释一下 男爵却撒谎说他们昨天才在宴会认识 甚至愿意赌上自己贵族的名誉保证 他所说的没有一句谎话 可事实相当打脸 公爵大人站了出来 拿出一份照相时 里面就是他撒谎的证据 证明男爵和那个女人并非在宴会出狱 以及此人在走廊上用力推散他的恩 并抬手对男爵夫人动粗 铁证如山 伯爵宣布驳回他的离婚申请 至于你先前赌上贵族名誉的惩罚 就等到国会上见面时再说吧 随后管家也站了出来提醒男爵 公爵说如果您不在五分钟内离开这里 就是您为入侵者 同时瓦莱塔自觉也宣布 您要是赶回我为女儿买的房子 就会收到家族的宣战 这天对于西洛皮亚男爵一定是场恶梦 只因宝被女儿夸了一句 王子长得很帅 公爵父亲就要将客人关进别院 维维不明白 家里房间这么多 您为什么要让他住在别院啊 不用担心我不方便 听说王子要在这住六个月 我会试着和王子好好相处的 担心自己养的小白菜被猪公走 公爵变得垂头丧气 只好岔开话题让维维看一份文件 上面写着悄悄打打建筑商会财务信息 听到这个名字 维维吓了一条 爸爸悄悄打打这个名字是我随口说的 委托建房的人们 会对我们怎么想啊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商会的名字不管是什么都无所谓 维维听后一撅嘴 那还不如用我的名字呢 他只是随口一说 竟让公爵眼前一亮 这个想法不错 商会要是叫维维建筑的话 那全国就都知道你的名字了 担心爸爸真的会冲动改名 维维赶紧岔开话题 根据居所特别法 之后商会所建造的房子 都将归维维所有 如果维维的目标是当房东 那让事情如此发展下去便可 但现在可不是图利的时候 我得把房子卖掉才行 卖给实际要住进去的人 那才是建筑商会的宗旨 听到维维说他要建房来卖 公爵很担心他的资金够不够 你如果需要 公爵成可以支援工程费用给你 不用 我打算采用预售纸 就是在住宅完工前先进行销售 加上定金和中期放短 我将收取住宅价格的80% 以此来开展工程 让大家可以看到施工的过程 然后分几次收取中期房款 这种销售方法在维维第一次时很常见 公爵担心 平民们收入不太稳定 交不上来 维维早就想好了对策 让领主来出这笔钱 因为只有让领地居民们无息贷款 领主才能开始进行重建工作 虽然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谁让他们 一直都在回避领地居民的住房问题呢 他是未来的一国之君 却从小被当作歌手培养 学习演技舞蹈以及调教粉丝 彻底成为昏庸无能的花瓶国王 这天维维收到艾万的来信 得知刚去学院学习的他 竟立志成为坏人 让他为其脑回路担心 但随信送来的还有一个发工 维维是代后非常喜欢 正准备给艾万回信表达谢意 就瞥见一辆皇家马车驶入公爵斧 片刻后公爵斜 携维维一起前来迎接 尊贵的尼克福王子殿下 维维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 殿下长得也太帅了吧 他一直好奇究竟是怎样的外貌 能被当作商品 没想到简直是偶像级别 但这位爱豆似乎十分高冷 甚至不愿意多看维维一眼 但他给维维的感觉 总觉得和艾万有些相似 皇子殿下入住后不久 公爵就亲自敲响了他的房门 他注意到皇子殿下这次要来住六个月 却只带了轻便的行李连护卫都没有 才知道王子宫的仆人基本都是国会的人 他们十分害怕到恶名昭著的公爵成群 所以都不愿意过来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皇子殿下似乎不愿和公爵多聊 看到他不仅用那张漂亮的脸蛋 迷惑了自己的女儿 还敢用这种狂妄的语气和自己说话 公爵大人感到很不爽 沉默片刻后才说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对明天的课程简单说明一下 我知道 舞蹈 唱歌 调教粉丝对吧 公爵听后很是诧异 据说当今的国王安扎克言行举止 与歌手十分相似 谁曾想 王子居然也是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长大 公爵突然明白事为次公爵 为什么不愿意交出王子师父这个位置 他在培养花瓶一样的皇室成员 公爵纠正道 您要学习的是剑术 精灵术 魔法 和帝王学等 这些王子殿下都还是第一次听说 公爵告诉他 这些都是成为国王必学的科目 并请他今后不要撒娇 我虽然不喜欢您 但我可以帮助您成为国王 这个国家的国王 都是练习时长三年半的爱斗 而且为了保持在百姓面前 永远都是最好的状态 历任国王一旦开始衰老就遭到血仓 刚从皇子殿下那了解情况的公爵 此刻眉头紧皱 问题比他想象中还要严重 看来得让老师大幅降低课程难度 无论如何他都要让尼克湖里的王子 成为真正的国王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王权的复苏 在国王勒贝托的暴政日益严重后 贵族和神殿发动了军事政变 迫使勒贝托签署了国政委认输 被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 太祖拉威利开创了半腰王朝 世世代代都拥有耀眼的外貌 这已经成为伊布里顿的一种相众 于是国会决定不推翻王朝 只保留了国王外貌带来的影响 因此耗费大量钱才维持王室的贵族 都希望国王能在40岁之后退位 以便一直由年轻貌美的国王统治 而完全将国王视为傀儡的国会 沦为了一个为贵族牟利的地方 如果百姓们怨声再到 国会便扯上神殿来镇压民心 所以如今国家需要一位真正的国王 接下来的一个月 王子殿下每天都要接受高强度训练 随着学习的深入 他开始对自己认知中的世界失去信心 漂亮的外貌曾是他存在的唯一理由 从小仆人们便向他强调外貌的重要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已经看清了外貌决定自己的生死 竟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 虽然安丹特公爵说会助他成为国王 但他说的国王完全是另一种概念 自己能成功吗 可就算失败了他也不想就这么回光 不想像父亲那样作为傀儡活着 感到崩溃的王子殿下冲了出去 却和散步的维维撞个正着 眼底的泪水忍不住决堤 他连忙用手挡住 没想到维维却说 您要是想哭就去别院后面吧 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由于不喜欢大家痴迷他的外貌 王子殿下一直对维维十分冷漠 可没想到他一点也不在意 还非常善良 和他说话时竟然忍不住两根心跳 这绝对是你见过最脏的商站 仅仅是因为一个新出的商团 发明了受人追捧的谁暖坦 就遭到敌对商团恶意抄袭 故意以本地最大商团的名号 推出水暖坦的仿造品 想要将局势扭转 施维茨公爵找来埃尔诺伯爵 将自己窃来的设计图交给他 两周内务必将代替品做出来 埃尔诺伯爵信心十足 与此同时巴德里克也发现 设计图好像被泄露了 否则比林玛内商团 不可能这么快就仿造出水暖坦 但好在被泄露出去的是初始般的 大概是因为最近雇佣了太多心愿 导致安保不到位 就算他们分解了水暖坦 也很难发现热水线由哥布林提制成 虽然核心技术没有泄露出去 但假水暖坦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 维维认为他们得先准备好 把从摩塔拿到的安全认证书 交给已购买的顾客 同时给商品刻上唯一编号 一起寄出去 巴德里克听的目瞪口袋 这真是个好主意 同时他还觉得挖早情报的 可能是施维茨公爵家族 因为仅凭比林玛内商团 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挖到情报 在想象中还要不讲商业道德 一个月后 维维在瓦莱塔卿的教导下 已经可以独自出席社交活动 自从上次生日会事件 希洛皮亚男爵夫人已经成功离婚 重新回归到瓦莱塔卿的身份 而希洛皮亚男爵因为被认定为故事方 要将自己一半的财产交给丽丝 些五年之内都不能再婚 不仅如此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他都必须亲自参与魔物讨伐 这就叫自作自受 这天瓦莱塔卿突然提到 施维茨公爵小姐不久前举办了生日宴 维维也有收到邀请 但没有去 当时他才刚开始接受社交培训 会害怕自己出错 而且首都大部分的贵族 都和施维茨公爵家族走得很近 虽然就算维维犯了错也会有爸爸保护 但他不想给爸爸添麻烦 而且听说阿达吉奥男爵一家也去了 不想再和他们碰面 瓦莱塔卿询问维维 你是如何看待施维茨公爵小姐的吗 这个问题让维维有些尴尬 因为他很反感施维茨家族 那位小姐也接受过严厉的教育 他肯定和普通小孩不一样 而且他现在也是七岁 因此我想和他好好相处 女孩第一次出席社交场所 仅仅是因为不熟悉帝国语 就被人指着鼻子骂他 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 这天维维和爸爸一起 来到帝国参加皇太子的生日宴会 却不巧在这遇到了施维茨公爵 刚见面他就阴阳怪气地嘲讽起来 没想到 连我女儿生日宴都没参加的女 居然会出现在别国太子的生日宴上 这时他一旁的女人也开口 看来这位小姐也和我女儿一样 从今天开始参加社交活动 维维用爱贝伦帝国的行李方式 直接回怼过去 让女人着实没有料到 连忙叫出自己的女儿来打招呼 随后一个洋娃娃般可爱的女孩 就出现在维维面前 说要和维维做好朋友 维维的确想和施维茨小姐好好相处 不过那真的可能吗 此时帝国的皇族们入场了 维维正准备趁机向皇太子呈上礼物 就听到施维茨公爵说 我们家族为您准备的礼物是水暖坦 而且还是比林玛内商团自言的产品 这些都是爱丽的功劳 提议将水暖坦当作礼物 如此依赖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就在皇太子好奇 这东西要如何使用时 身后突然传来维维的声音 爸爸你说这好神奇对不对 我们准备的礼物也是水暖坦吧 说完 公爵立刻呈上安丹特家族的礼物 居然是相同的礼物 可见这东西在伊布里顿很是流行 这时维维站出来澄清道 虽然它们外表类似 但是不同的产品 我们准备的水暖坦是埃利希拉商团 已经通过市场检验的原创商品 此时施维茨公爵的脸色已经发青了 幸好维维早就准备齐全 还给其他皇族们也准备了水暖店 大家试用后都赞不绝口 皇太子也对这个产品充满了兴趣 本以为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 饿了一天的维维正准备吃点美味 这时施维茨小姐走过来主动和她聊天 你刚才那番话说得真好 我在旁边都小小地感叹了一下 不过我看你好像还不太会说帝国语啊 是的 我才学习一个月 大家都是从小就开始学习帝国语 你学得有点晚了 看来是因为家里没有女主人 所以有人生没人掉吧 这个看上去甜美可爱的小女孩 居然是个绿茶 人前她乖巧听话 背后她却指着维维一顿臭骂 说她是个有娘生没娘交的东西 却不料维维当机回怼 果然从小被娇生惯养的毛孩子 总是会搞不清楚状况 就算你家里有母亲学习了礼法 又怎么样呢 你仍然这么不懂礼貌人品还差 简直就是我见过最绿的绿茶 施维茨小姐一下恼羞成怒 大喊着就要找维维算账 甚至忘记了这是在公共场合 但维维依旧问她 你知道科伊亚王国 有本名维根的小说吗 听说抄袭者不仅颜面扫地 还被赶出了王国 不知道你怎么看吗 说完维维扭头就走 本以为这次对话能给她点惊醒 却没注意到在她走后 身后的施维茨小姐咬牙切齿地盯着她 发誓一定要让她回不当初 当天维维回到别底后 便收到一封来信 打开一看居然是皇太子殿下 她非常喜欢自己送的礼物 想要给她一些报答 维维立刻叫人将巴德里克调量 他们要一起去找皇太子谈合作 巴德里克连夜赶来 隔之生日宴上发生的时候 她也很惊讶 比里马内商团这么快就推出了谁暖牌 但好在他们并不知道核心原理 维维只希望别发生什么安全事故 但这时 巴德里克面露南色透露 组合家具项目出问题了 他们很难为比凯亚家具展厅购买地皮 根据居所特别法中的附带条款 需要负责展厅的人去找领主商业 有关土地的用地事宜 但眼下商团中并没有合适的人选 能去跟贵族打交道的人 必须懂得礼法 还要有管理过巨额资金的经验 维维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人选 但在此之前 她还有个大麻烦要解决 隔天皇太子亲自登门 毫不客气地将他们都请了回去 男孩第一次使用水暖毯睡觉 就被劣质产品溢出的热水烫伤 而隔天他哥哥的屁股同样遭殃 国王一路之下请来两家商团当场对质 质问他们怎么敢将这种瑕疵品 作为礼物送给皇室 并要求两家商团都要进行赔偿 可暖水毯经过严密测试 就算有热水露出也不会烫伤人 却被二皇子怀疑是想趁机毁灭证据 遭到了阻止 幸好他们早就有在摩塔取得安全证书 这意味着 这件事不仅关系安丹特工绝加 还与摩塔有关 巴德里克查看暖水毯后 果然发现了问题 内部的热水线居然全部断毯 他当即得出结论 这张热水毯绝不可能烫伤二皇子 说完便当场将一杯倒入水南毯内 可以看到即使人为注视 也不会有水渗透到水南毯外 因为他们在水南毯内部做了防水处理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二皇子在撒谎 但不等大家说出这种解释 二皇子已经恼怒起来 就连皇太子都提醒他先别着急认罪 这时比林玛内商团的负责人趁机表示 那我们的水暖毯应该也是这种情况 却被皇太子打断 不能这么认为 因为比林玛内的水暖毯 我自己没使用过就送给三皇子了 而当天晚上三皇子就遭遇了事故 在打开比林玛内的热水坛后 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施维茨公爵立刻冲埃尔诺活距跑向 看来他这是要断尾自保的 但他们的热水线并没有割开的痕 一看就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 如今落到如此下场也是自作自受 事情真相已经很明了了 爱丽希拉商团的水门坛出现事故 完全与安丹特家族无关 另外视为慈家族送的的确是瑕刺品 他们将受到皇家的追究 事后维茨仍然觉得奇怪 二皇子为什么要自导自演这出戏呢 因为他得知了我要投资爱丽希拉商团 他想通过这件事来牵住我 好自己登上太子之物 看来维茨还是被卷入了皇权的斗争之中 为了讨心爱的女孩欢心 这个男孩出手就是一栋首都宅邸 直接免费租给维茨当作家具展厅 虽然皇太子说当作赔罪的谢礼 但还是让维茨等人大吃一惊 趁家具展的机会 他顺便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委托奶妈爱丽莎 成为家具展厅的负责人 二是趁机推出一项新产品风扇 最近正在首都参加樱花节的维茨 在村子里逛了一圈觉得炎热无比 便想到了这个垮世纪的产品 能让每个人都度过一个凉爽夏日 利用两个魔法组件就能轻松完成 另外提出将水南塔换成冰水 便能当成冰坛售卖 看到这么新奇的误解 巴德里克对维茨充满了崇拜 这将成为他们进驻帝国市场的第一批商品 巴德里克兴奋的觉都不打算睡了 而维茨也要开始忙于社交 樱花节期间举办的王宫舞会 便是他第一次正式参加的社交活动 瓦莱塔将全程为他保驾护航 但首都是施维茨公爵家族的地盘 维茨必须格外小心不能留下话 舞会以国王邀请施维茨夫人跳舞开始 但王子并未如大家所谅那般 邀请施维茨公爵小姐跳舞 而是向了维茨发出邀请 在王子的鼓励下维茨自信迈开了舞 却没注意到人群中施维茨小姐 已经气到咬牙切齿 所以等维茨准备向同龄人打招呼时 遭到了施维茨小姐带头拍 嘲讽她一个乡下人不知廉耻 但面对这种心机十足的小可爱 维茨早有准备 她主动向周围的小姐们打招呼 出于社交礼仪所有人不得不回应 尴尬排挤的氛围瞬间被维茨化解 最后她故意嘲讽了施维茨小姐一番 转身就离开了现场 这场宴会维茨大获全胜 很快樱花会过去后两个月 到了王子殿下要离开公爵府的时候 维茨特意前来道别 例外得知由于王族被贵族和神殿 用约束器注入了神力 导致她无法同时使用魔法和精灵之力 所以也无法掌握公爵胶的一些内容后 维茨紧握她的手 鼓励她加油 无论是什么您一定都能做到 虽然王子殿下离开的那天 维茨有事不在公爵城 但她将一封信和钥匙留给了她 作为离别礼物 那把钥匙是维茨在伊雷特伯爵里面 为精灵师爷爷建完房子得到的赠物 希望王子能解开约束器 做真正的自己 只要她开口一句话 爸爸就愿意给她一半的家产 或者是代表权力的家主之印 但这次维茨想拜托爸爸的 竟然是向至高无上的神殿施压 原来 就在维茨受邀前往马尔顿伯爵夫人家的途中 路过一处村落 受到村民们哭着委托她帮帮忙 领主说要重建工程 把人们都抓走了 她还嫌孩子碍事 直接送去了神殿 说等工程顺利结束 才会让孩子们回来 可施工现场环境恶劣事故频繁发生 现在只求让她带着孩子彻底逃离 维茨听后怒不可遏 她可不是为了让领主为所欲为 才公开建筑设计图的 但一旁的侍卫却提醒维茨小姐 我觉得您最好还是别插手这件事 因为这里可是施维茨公爵的家臣 特拉维茨男爵的领地 身为外人的我们一旦插手 可能会给公爵殿下带去麻烦 虽然很遗憾维茨只好留下一些药水 随后转身离去前往马尔顿伯爵家 刚见面维茨就惊喜地发现 马尔顿伯爵夫人已经怀有六个月身孕 而这都多亏了维茨的功劳 吃饭时维茨提起了路上遇到的事情 发现与施维茨公爵的家臣 居然利用绑架小孩的手段 强制招揽工人 让他十分气愤 听到这个消息 伯爵夫妇立刻交换了眼神 原来几周前曾有好几辆马车 路过伯爵家的领地 心存疑虑的伯爵经过一番搜查 发现马车上载着三十多个孩子 被送往日比山方向 但为首的圣骑士向他展示了神殿的书信 证明这些都是要成为见司机的孩子 于是管家安德鲁给维茨出了个主意 让他将此事告诉公爵后委托公爵 把大神官或主教邀请来公爵城 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 果然爸爸听后十分生气 他势必要替维茨扫去这些惹事的苍蝇 立刻派人去联系神殿 他要弄清楚神殿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男孩为了让帅脸看起来普通一点 特意施展了大众魔法 却不想这件小事 让心仪的女孩意外得知她的身世 在家具展厅开业的前一天 维茨和I1相约见面 这次他一改常态摘下了面罩 让维茨十分意外 这是因为来之前 他在学院的同学告诉他 可以对脸是一种魔法 让别人对你脸吗 果然维茨看后 完全没想起这张脸在哪见过 回去后他将此事告诉了爸爸 原本他以为I1是皇室成员 可现在看来完全不像 反倒让他更加好奇 公爵犹豫片刻决定告诉我 I1其实是尼克福王主的双胞胎帝 100年前王族有一则预言 在王族即将诞生的双胞胎中 有一个孩子将天生带有神力 这孩子会用神力抹灭 人们对神的信仰 而I1就是这个预言中的孩子 但在王权没落后 意图掌权了神殿和贵族们 为了防止预言成真 便限制了王族的素养 但他们又十分贪婪 想研究I1的神力 神殿为了彻底封印I1 便在约束器上注入神力 准备将它整理 却不巧被维茨救下成了那具尸体 听完这些遭遇 维维留下了伤心的眼泪 她觉得I1太可怜了 自己绝不能放下她不管 本以为爸爸会生气 没想到她也十分怜惜地看着维维 发誓不管有任何事 爸爸都会保护你 因为这是她答应妻子 要做到的使命 这天维维突然向她问起妈妈的事情 起因是她听到爱丽莎提起 妈妈小时候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甚至连自己出生前的事她都知道 这让维维觉得好奇 妈妈不可能没遇见自己的死亡 果然在爸爸的记忆里 西安娜也总是提出一些 不着边际的建议 比如怪物明明在北方 她却要自己往南 或者是出席宴会叮嘱她 带上主治医生 每次都被她说中后 公爵感到不可思议 得知西安娜怀孕后 她想去接妻子回来 却遭到妻子的阻止 说是公爵领地之后 有时需要她在 果然没过多久 魔物们就侵袭了公爵领地 西安娜则遵守承诺 保护了珍贵的维维 所以她早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维维得知妈妈 还有穿梭于时空的能力 也就是说她去到了 一百年前的监狱 把戒指交给了自己 这时公爵提醒薇薇 一定要仔细阅读 舅舅送给你的那本日记 看完之后 你也会更理解妈妈的心情